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文贵爆料直播的所有的观众们 大家好 这是文贵9月1号 9月1号 2017年 文贵反盗国贼 反盗国贼 爆料第二季 第一季已经结束了 第二季的第一集 孟建柱和孙力军的 盗国监国爆料 大家都知道 孟建柱 此人非常了得 这个人呢 这个切不说以前 他在农场待了多长时间 就先说说他1998年 到2001年 这些时间 那孟建柱是影响了国家的命运 那个时候是最没有权力 可以说他也是最没有政治根基的时候 被派到了 被派到了这个江西去 但是就是这个时候 孟建柱先生 开始的人生中最重要的政治之旅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给当时的江泽民先生总书记 你的家人建立了最紧密的政治关系 大家不要管看孟建柱先生 过去的当时在江苏老家 在上海的几个县当县委书记 到最后到农场 到市委当这个护秘书长 包括农委会主任 那一段时间 他是在上海的朱镕基市长 江泽民书记建立了信任 建立了关系 但还不至于他也不配当同盟 但是在那个时落 他结交了江家最重要的人物 也就是实际上的江家的实际控制人 江年恒先生 由于和江年恒先生 他们形成了政治上的同盟 那么后来就决定了 孟建柱书记成为一国之 几乎是要影子皇帝 实行在在的江家的代言人 他的每一步晋升 都影响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的政治走向 当然他也影响了十四亿人民的安全 幸福与福祉 大家都知道 可能是很多老百姓不知道 中国最终要集邓家之后 有了江泽民家族的新的一个皇帝 那就是以江泽民先生为中心的中国一把手 也就是新皇帝 当时江泽民上来以后 在北京和刘华金 乔石等人的斗争 还有李瑞淮 当时可以说是由于曾庆红先生的辅佐 江家大兵 但是江家既重整了部队以后 夺回了攻减法的这个刀把子 夺在江家彻底夺得了枪把子和中纪委的脚链子 然后去利用朱镕基和王岐山这些年来的勾搭和利益集团 彻底的垄断了中国的金融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 中国过去的二十年 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个家族的影响 过去三十年和现在三十年 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因为江和僧的前十年也是处于在争权独立的时代 之中江在这个真正的在邓之后 获得了真正的权力 也就是核心 然后他成了三个代表的创始人 中国改革开放 而且让攻减法不做生意 军队不做生意 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 包括六四之后的所有国际关系 都是当时彻底的解决 江家的时代也就到了 必须客观的说 没有江曾的这个国际意识 和上海人接触国际上的这种先进理念 和他们喜欢英国文化 这个英式文化 西方文化 美式文化的这种根系 就没有后来的江和珠和僧的时代 但是这个时候 既刘华清 既那个乔石被收拾掉以后 邓家基本出于首饰 等待了他们家隔代指的胡锦涛上任的时候 江家 开始了新的江家王朝的开始 也就是有一本书叫江泽民先生 写的江泽民先生的他改变了中国 他们那个时期有很多事情是先有人知的 但是是很残烈的 当然那个时代出现了巨多的盗国贼 其中之一就是朱镕基是全人类最大的骗子 朱镕基的女儿 朱镕基的儿子为什么都会搞金融 为什么要搞一个中金 为什么要控制中国银行 很简单道理 你那儿子 你那个女儿 那长了翅膀了 他长了天生在他妈肚里生出来 他就懂金融 显然不是 中国十四亿人才多了去了 朱镕基的腐败 导致了中国建设银行原来的这些行长被抓 所有的朱小华这些人 还有什么这个这个王雪斌 实实上他的一百个棺材 那全是骗老百姓 恰恰相反 是由于江珠时代 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走向国际 成就了中国经济 但是让下岗之工事实上 在嵌入WTO的时候 给中国人埋下了一个最大的定时炸弹 那就是过度开发 过度发展 过度的开始实行了 中国所谓的这个 寄后果的污染经济发展 叫麦死工经济 才导致了当时的国家到今天这几十年灾难 土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 下岗之工的这种用维稳解决的方式 是彻彻底底的把中国的工人阶级 不公平的已经给化为了所谓的今天低端人口群 导致了中国大量的维稳实现 无法继续 无法让社会稳定下去 这个时候江泽民时代 等江泽民的王朝时代 同时建立了新的利益计划 其中大家很难知道的 任何一个人都知道 实际江泽民先生最听的就是江绵恒 江泽民绝对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影子政府 江泽民可以说一言九鼎 连他爹都听他了 有时江泽民先生 爱和女服务员聊天 在屋里坐着 跟外面的隔壁房间女服务员拿电话聊天 他老伴来了王衍平来了 他都不在 但是见到了江泽民来 吓得把电话就马上挂掉 江泽民先生爱游泳 要女服务员陪着 但是江绵恒先生来了 那就女服务员得少一点 那么所有的所谓的国家 副国籍部籍的任命 没有江绵恒先生认可 那绝不可能 那么孟建柱先生 就是专了这个控制 他为这个江绵恒先生 威胁别人 恐吓别人 暗虚杀人 江绵恒先生 从2004到2008年 几次还肾 在南京医院 都是背后的组织 和背后的选人 还有这个肾的派对 配对 都是有当时的孟建柱先生 还有上海的政法委的领导 军队的几个领导 一起进行的 这个孟建柱和江绵恒先生的生死之调 就是从江绵恒的换肾开始 从换肾到经济基础 江绵恒先生统治了上海银行 统治了上海实业国际发展 统治了上海九四公司 统治了上海的科技领域 包括当时中国的网通 后来的联通 还有田树宁 跟他搞个联通 这个背后的运作人 也就是杀手机的人物 欲佛杀佛 欲神杀神的人物 亲中之一就是孟建柱 也就是说 在2001年 这个左右 孟建柱书记 一直到2004 那是和江绵恒先生 建立了最最深厚的革命友谊 把过去的革命基础 革命关系 再次确认为 是江家的代言人 孟建柱书记 在江西期间 他就所作所为 无人不知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大家要是看一看 今天维稳当中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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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访的中央负责人是谁呀 国务院复密部长 信访办主任 舒晓芹 舒晓芹又是谁呢 大家查一查 舒晓芹是当时孟建柱书记 到了江西后 从98年 到2001年 在那当景德镇的市委书记的人 然后孟建柱书记 把他说为情人 同睡觉的情人后 从景德镇书记 马上提拔到江西省 到南昌根的上班 政法委书记 省委 常委 2001到2008期间 孟建柱书一样 跟这个舒晓芹女士的事情 无人不知 全江西南昌无人不知 在这个期间 我曾经去过江西 我去过南昌几次 这个江西南昌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 他的老家 那就是被抓起来 安全部副部长 马建先生 马建的弟弟 马建的姐姐 全在南昌 做税务局的领导 还有做汽车的生意 当时也是一方之伴 对孟建柱书记 在江西这点事儿 无人不知 洪谷滩的绿地开发 洪谷滩的俱乐部 江西南昌的几个重要场合 那是孟建柱书记王国的开始 舒晓芹 此人作为今天的国务院秘书长 今天的全国信访办主任 我必须要问问孟建柱书记 为什么你一到了江西南昌 舒晓芹就被你发现了 就直接调到了江西省上半 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就专抓人了 就干几个角色了 然后为什么那么巧 2008到现在 又给弄到了中央政府政府秘书长 副秘书长 信访办主任 什么关系啊 我今天先不讲你王梅 我也不讲你酒店那几个姐妹 我也不讲你你在那块你干过的 你睡过的 人家几辈子人 就在这个时候 又出现了第二个人物 在上海外事办的 学医的在澳大利亚 学医回去的 南少尔市这个学习的 叫孙力军 孙力军是从这个澳大利亚 南少尔市学校 一个这个鸟不拉手的地方 回去以后 到外办上班 这个野心家 这就是秦桧的沃尔齐啊 这个野心家 就开始主动的攀附上了 当时在上海居住 有身患重病的 孟建柱的先生的夫人 蒋女士 蒋女士最后是在 孟建柱书记 绿蒂老板的安排下 由孙力军相陪到美国治病 开始了孙力军的 特别人生之旅 孙力军此人 谎话蓝天 黑暗至极 满身流里流气 说三句话 有五个在这个三字经 学的全时候可以绝 他看到了孟建柱书记和江家的关系 他以在这个上海人都在 远离孟建柱书记 没有给实惠的时候 孟建柱书记在江西的时候 孙力军贴上去 勇敢也贴上去 现身 现身了 我今天具体不说 孙力军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你干的事情 我都会跟你说出来的 我今天不在这说 我只说了百分之一 盆着 蒋极美 起事 在美国之一 建立了 尽亲密的 互相绑架的利益关系 同时 在这个时候 孙力军 开始和孟建柱书记的 原来的秘书陈珍 和江西邦的这些人 舒小琴 还有这个孟建柱书记的另外一个情人 王梅 他在王梅上升了个师生子 叫王孟辉 孟建柱书记和王梅有个生子 叫王孟辉 在澳大利亚 有巨额资产 还有和绿地 包括当时复兴的郭广昌 开始了利益政治的混合 同时 同时他搭上了江家江绵鹏 江绵康 还有他的孙子江志成 外号叫毛毛 这个时候和江总书记身边的一些人 都连在了一起 孙立军成了一个名副七十的打手 成了个名副七十的 大家喜欢的敢说脏话 敢不择手段 敢做一切人不敢做的事 孟建柱书记和孙立军这两个人 成为了名副七十的 代表江家的沙水 2001到2008 啊 这个是时间 是中国命运 真的是最多彩的时候 大家知道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江总书记 把这个权威交给了胡锦涛 胡锦涛当时交权威的时候 有一段北戴河的对话 江泽民先生不想交出军委主席 召开了军队的以淑浩田 王瑞林等大佬们 军大佬们到家吃饭开会 就是讨论是否把权力交给 在十五大十六大交给这个胡锦涛 其他的意图是不想交 后来王瑞林先生拍案而起 说这个问题 哲民你还想讨论吗 当时邓老有交代 你也有承诺 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讨论的 当时 就是邓小平的太人 说他现在还是党员 也是老委员 张工委委员 他是证人 你不能现在吹翻这个结果 甩袖而去 等于当时这些面 当时军委会主席 张曼年 紫浩田等等 老哥们在一起 翻脸了 这被王瑞林显厉害了 过了没几个小时 江泽民先生 给王瑞林打电话 说王也平同志 炖了绿豆汤 给你送来碗去 这就是著名的绿豆汤事件 绿豆汤事件 缓和了这个局势 和军方的紧张 最后还是将权力 偉大的交给了胡锦涛先生 但是 胡锦涛先生性格非常的软 两口子从来不敢在屋里多说话 想说话到院里去 牵着手摇耳朵 两口子永远坐在院搬着小板子说话 不敢再有天花板的说话 到处是坚定 军方完全不听他的 军方那时候 唯一跟他亲的人叫张亲生 总参谋长陈炳德 那是人家江家的人 那郭伯雄啊 许才虎啊 还有原来的余永波啊 张万年啊 那就根本轮顾着你这个 你胡锦涛的事情 政府还有一个钟永康 那是曾家的人 所以说胡锦涛先生 基本上就是把穿小鞋的小媳妇 这个时候租了个野心家 就是令计划 这个令计划 这个上来有客把胡锦涛给害惨了 他旁边用人都很老实 有陈世举 有王福庆 有令计划 以这个军事秘书 吴秘书 那么整个胡的班子里边都是胆小之徒 也没有多大的魄力 就一个令计划 非常不上层次的 深更半夜不睡觉 找所有人来开会 深更半夜的找人家来开会 把人家本头虐待死 先天装身弄给在中南海贵猫 然后啥事不干 就是收拾人家 江泽民下面的那个警卫局长 中办主任 这个游喜贵 游喜贵这个人 是在海里边百分之百的受人爱戴 受人家赞赏的人 整个中南海这个院子都是由他开始来收拾的 可令计划主任上来以后 对他百般挑剔 把他从老家弄来的施工队 养花队 保洁队 通通开除 这一下呢 就把江家给折腦了 就连给江家的人送苹果都少送 每过年发的茅台都少发 就是他禁给人家江家穿小鞋 这就加剧了江家和胡家的矛盾 当然灯很不舒服 这个时候就江胡不和 从江胡传起就变成了事实 这就埋下了这个江和胡的 这个非常大的仇恨的重数 从江明恒先生给房子 这个国办中办 在这个钓鱼台南边分房子 盖了几个房子 就就砍人家江明恒先生 然后呢 到一切事都给江家穿小鞋 包括江先生的治病 他是能砍就砍 就天天拿这扎人家 这种仇恨就结下来 这种故事太多了 因为当时他们以为江老的身体不行了 这就导致了就是奥英会 这个胡一下子四楼上升 但是人家江老 人家这些人弄得很没劲 后来又是六十年大庆 不让江老上 最后江老要上 才出现了那么一幕 包括在这个 在六十年大庆期间 有一个展览 香港回归展 这个胡锡涛主席先去了 后来江泽民先生来了 为了让两人不见面 令计划安排电梯 让江老那么单身 等了十来分钟 结果上来以后 发现这个整个展览当中 没有江泽民先生的照片 有两张还是群体照 江泽民先生大骂 龌龊卑鄙 卑鄙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原因 就到了一种忍无可忍的程度 又在这个时候 江泽民先生突然间 长期发烧不起住院 一下子中国的政界以为江泽民不行了 江泽民同志要过世了 这时候出现了 马上中国政界 这个毛屎坑里边 最最的文化政治的根本 背叹欺骗 肮脏 虚伪都来了 周永康同志 马上向锦涛同志报中心 郭伯雄同志马上叫中心 然后许太后马上叫中心 然后你就看到了这个什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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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的这个江苏的书记 还有浙江的书记 还有东北的人包括像王景之号 几乎绝大多数人属于江派明显的人 通通的到锦涛这儿来 表忠成往另一块儿表忠成 包括了薄熙来也有明显的示好的意图 一下子都远离了江家 几次传出来江家 啊这个这不行那不行江老虎是不是行了 都做好了伤势的准备 就在这个期间 你必须说孟建柱书记很厉害 跟江绵恒先生 陪伴左右 提供各种资源 习记发生了 就在2011年 突然间 啊突然间 看下有没有问题 看一下对我 有 突然间 就是说江振宁先生 病好了 习记班好了 怎么好的未来我给大家讲 我是最有权利讲的 因为参与人 就是我的 其中一个 我最好的朋友 还有一个 我最知情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孟建柱书记 当然 又获得了江家的信赖 孙力军呢 也是 跑前跑后 跑前跑后 左右 但是这一次埋下了 中国政治大战的影子 江泽林先生 恢复健康以后 迅速的开始了 灭狐计划 迅速的开始了 清军策 这就是为什么 上次我直播当中 孟建柱先生 列出了一个 27个必杀的名单 虽然贾清林当时 是跟江家绝对好的 但也有像几套 是好之意 啊 这个当时的很多人 都没精神出考验 那么整个的江家 岌岌可危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 颠覆性的事件 那就是在十八大前 李源潮等人 和另一个计划 搞了一个内部 所谓的虚拟投票 这件事情 让江泽民先生 朱荣基总理 所有的中共的前政委 政治局 前常委 感到了心寒 因为讲述和自己 安排自己的利益 和代表人 没机会了 所有这个时候 发生了一个绝密的会议 这个绝密的会议 就是在南普陀发生的 在南普陀 酝酿了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就是彻底改变十八大 我和刘延平先生 在这个对话事情当中 其中有一段 还没有播出 我回来没播 就是他讲 当时是江泽民先生 由于他在这个十八大前后 国际来事件 令计划事件 以及这个新的常委班上 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我要用他的话来告诉大家 这个会议 是在哪发生的呢 南普陀 南普陀有三个最终的计划 由孟建柱署体孙立军 还有其他两个人执行 颠覆性的计划 那就杀掉令计划的儿子 从不喝酒的令计划的儿子令狐 被跟踪多天 最后采取了最简单的方式 让他出身后 然后在胡锦涛到美国时 整个国内的常委和证据委员 马上开会 最后让胡锦涛下飞机没人接 到中南海以后马上被叫去 到西山开会 江泽民同志 朱镕基同志 所有的老常委几乎都在 正式决定 调查这个令计划 然后李源潮搞这个虚拟这个投票 不对 这就是十八大 其中彻底改变的根本原因 第二条 第二条计划 就是金融控制计划 金融控制计划就是由王岐山和苏铃基的手下 策划了一系列的中国的金融控制 彻底的要在江总书记 孟建柱书记 领导下控制中国的金融 还有中国的情报机构 这就是对中国下一步 公检法进行了定义 由孟建柱书记 作为政法委书记 从国安部长一定是为政法委书记 而且从过去的叫 保住社会和老革命的安全 改变为 同时决定了由习主席 作为 由交易的当总书记 当总书记 由孟建柱书记 作为监国 孟建国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孟建国的身边的几个人 也进行了划分 同时决定了 要拿掉谁 彻底垄断全国政法委事业 金融政法进行了分割 王岐山要当常委 要当纪律书记 铲除一切当初背叛江家的人 和背叛猪的人 彻底控制中国金融 让未来的总书记和主席 如果不听话 那就用金融把他给拿下 因为中国金融出事 主席和总书记一定下台 政法委这个 由曾庆红先生指定了郭升坤当部长 江泽民主席指定了孟建柱当政法委书记 那就是说如果不听话 刀把子绝对不交 然后共同推出了范长龙 还有许其亮 黄峰辉 这些枪把子 彻底灭掉了张新生 就是胡的那些人 这一系列的安排 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为什么习主席 他真的就是个非礼 他不过是江家有条件安排的国家主席 在执行了沙丸令府计划之后 所有的这些人 只不过 都是一个靶子而已 另外一个计划 就是控制习主席的计划 我在这里今天不讲 习主席的家人 特别彭雷元的女士的弟弟彭雷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是谁在控制了你 整个的所有的行中 你所有去的地方 是谁在北京交管局和公安部的交管局上 暗设了你们所有人的行中的电子地图 他们消误会的证据了 只要是彭雷 你去查查公安部交管局 查一查北京市交管局 特殊的设备上 谁给你和你姐姐 留下了电子地图的后门 你就知道了 习主书记到协和医院 西边叫特区 也就是中央常理看这个地方 每次去看病都有什么特殊的安排 习主书记 你让栗战书先生丁薛祥去查查你就明白了 所有的习主书记的病情 行中家人核心人员的电子地图 百分之百计时传给上海 由江绵恒先生所有收损 可以去查一查就知道 不要听文贵说 看一看查一查 这都是由孟建柱书记和孙立军来执行的 所有的习主书记 重大角色 以及你的想法 和你想抓谁 和你不想抓谁 都由孟和上海沟通后 再和王岐山沟通 进行协调 特别是协调完以后 得到年恒的批准 才可能去执行 而且所有的办这些大案要办当中 一系列的抓人当中的证据 口录 笔录 证据 都被一次多分 从上海国外存放下来 而且所有涉及到习总书记家人 和朋友的过去的 全部被他们多处备份 为的是什么 江家一定会要控制习主席的 江家一定会要控制所有的 下一十九大常委的 十九大常委的黑马 是怎么出来的 只有习主席知道 任何一个人都会知道 政治局和常委 下一个常委的政法委书记 公安部长 军委副主席 人民银行行长 管金融的副总理 哪一个习主席控制不住 习主席都有巨大的危险 习主席是他们所有人 尝试到必须控制的人物 如果习主席选择和他们合作 配合 那我们未来很快可以看到 江家的利益 朱家的利益 王岐山的利益 孟建柱的利益 孙明军的利益 和他们过去涉嫌的犯罪和盗国的财部 只能是越来越多 更多人会被灭头 更多人以反腐的利益 以黑反腐 以警反腐被抓 中国会更 所有的网络之墙会越来越高 中国的维稳经费会越来越高 维稳的新法办事室 书小秦管理着维稳信法 孟建柱书记 政府安委书记 搞着维稳 两个人一起上床睡觉 这种事情还会延续 你去想想 访民有得活吗 你们面对的管公安 检察院法院 武警 四百万武力部队的人 正法委书记 本身就是杀人和王 还有孙立军这样的信口开河 言而无信 自以为是 门口谎言脏话 要绑架整个共产党的人 到香港 策划了一系列的709律师和铜锣湾事件 来卖好习主席 道德绑架 信息丑闻绑架 他为啥不抓书小秦呢 中国的维稳一年上万亿 这八千亿到一万亿 怎么花的钱呢 书小秦跟孟建柱有没有关系呢 习总书记你真的不知道吗 暴力战术主任的事件 那是百分之一百孟建柱知道的 马云他是知道的 上海是知道的 多少个要报孟建柱 这个报这个栗战术主任呢 要报定学贤啊 要报赵乐际啊 要报陈希啊 为什么呀 我都会一一战术的证据 我再次向大家说一遍 我刚才说的话 我将在全球新闻发布会上 终于用证据和当事人和证人 来说话 书小秦是有多少钱 你孟建柱书记你知道吗 他们家有多少钱你知道吗 你为了跟他上床方便 获得利益 安排卧底 把你的情人安排到国务院护民主展 信访办主任 你为了让你 你的给你生生的孩子的母亲 王小梅 王梅生出了王孟辉送到澳大利亚 你让绿地到那开发这么多项目 事实上都是你的 王岐山控制了20万亿的资产半个国务院 拥有着上万亿的财富 那么孟建柱书记只能多不会少 拥有的矿的资源 还有海外的房地产开发的资源 控制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和缅甸 还有香港 只比王岐山多 不比王岐山多 中国这个国家过去的五年 所有被抓的看官家属们 我想问你们 你们是人吗 如果你们要有一点血性 你们应该站出来 向全世界人民大胆地说出 你们被抓的家人的腐败 不要有隐藏 但是要问问所有的全世界人民 为什么孟建柱不被抓 孙立之不被抓 王岐山不被抓 江家拥有的几万亿美元的财物合法吗 朱镕金用的几万亿美元合法吗 上百万的党员 一生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 他不腐败他活得了吗 他不腐败他能让在毛史坑里呆着吗 带有威胁性的 必腐败的体制 和不腐败不能活的体制 不腐败全家都要被灭亡的体制 不当屈你就必死的体制 谁不腐败谁能活下去呢 结果就以腐败的名义 在毛史坑里边查谁沾屎了 你沾屎的名义把蛆给杀了 为什么他们把他的事成自己还能都送到国外去 不在毛史坑呆着 你们这些百万的被抓的贪团的家属们 你们今天的懦弱 你们的威缩你们的畏惧 就活该让你家人被抓被灭 人生不过三万天啊 有什么了不起的 如果你们不跟孙力军孟建柱 傅振华王岐山政倒过贼来 来散开斗争 那是死有居库 我们所有的老兵们 所有的玉珠宝 所有的范牙 所有的信法政府 你们问一问 抓你们的是谁 围你们稳的是谁 打你们的是谁 是孟建柱书记的情人 书小秦 他俩的勾搭 中国的维稳是人家族的事业 你们这些老兵 被他们这样的欺负 不是男人 不要说是老兵 你最好说是老残辈 任何当过兵的人 不能为这个血性 一堵堡发现 你闹什么闹 你都没闹清楚的根本在哪 你的钱在哪儿了 你新访的主任 是孟建柱书记天天上床的情人 是利用你们上床 拿维稳费的上关系的情人 公检法 现在给谁效劳 四百万公安警察法院 你们回去问一问 你们那车 你们的所有的特警的车 你们的拿着 打着的老百姓 你同胞的那些武器 谁给的钱 是你们的同胞 他们在飞机上的录音和讲话 还有他们在酒店的录音和讲话 你们会看到孙立军 孟建柱 还有这个刘延平书记 他们是怎么来要对待孟文贵的 他们是怎么来看待你们这些访民的 是怎么看到这些共产党杀人的放到冰箱里面去的 是怎么把人杀了以后吹烟红下去的 南京军局董燕李磊石三兄弟号称中国肾脏万家 世界肾脏三兄弟 给江编红先生 给孟建柱家人换肾脏的人 怎么跳楼啊 他为啥跳楼 为什么一摘上江家都跳楼呢 为什么北京医院的李宝春的 北京这个二军大医院的李宝春 也是甚至这样 为什么一摘就跳楼了 是谁把他推下楼的 为什么最关键时候的令计划的儿子 他就令狐就出车祸死了 为什么有这个钟永康的 他这个孩子的两个公司老板在吉林油田上 夫妻俩都出楼上面都跳楼摔死了 为什么这些人都跳楼死 都是被人家推下去的 都是被害死的灭口的 杀了多少人呢 江西有当年多少个孟建柱认识人被杀了呀 如果孟建柱书记孙立军不是啥 你们想满天过海 你和王岐山也不承认海航 就用几个人来抗击抗击郭文贵 然后侮辱我强奸 你我强奸跟你杀人有什么关系 如果郭文贵要是有你们一分之零点一的坏 我就不是今天了 我要有你们一分之一的钱我也没有今天了 如果你们不害怕孟文贵 你就不会干出这些事了 举一国之力呀 花了三四年的时间呢 无所不用其极呀 就是要杀文贵毁文贵呀 你不给文贵半点生存的机会 你要把我全家把我全家全抓了 红乎抓 员工抓 资产扎封 到海外追杀 海外造谣 然后多次我是被强奸强奸强奸再强奸 从强奸不行再强奸 就你们找那个马瑞我强奸他 你真侮辱我郭文贵了 你问问他有多么的 多么的这个嚣张 他不是对我们所有的保镖 所有的男人他都干过什么 他长那个样子他强奸猪 都都没有人有人强奸猪都会强奸他去 你知道他是什么他是精神病 我绝不相信他马瑞能活过去 马瑞一定会被孟建柱王立军 耶稣立军一定会 这个推楼跳楼死 咱懂得看 我24小时有保镖 保镖都跟我一起 他被强奸了他为啥不报案 我的保镖全是警察 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吧 为什么不在英国报案 为什么不在美国报案 还什么中非为啥不在中非报案 跑你专给你孙立军报案去 专给你孟建柱报案 中国有天天发生几万几强奸案 为啥不不管 公安部为什么支管马瑞的强奸呢 就马瑞那长相 他强奸猪猪猪的自杀 等他的录音等他的证据等他是干了啥 他找人家一个外国的老头子还给人家钱呢 他拿钱去调别人去 他被强奸 他见了男的都想牵奸 他见了公狗都想牵奸 你们拿着他来诬陷郭文贵 你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就是杀掉郭文贵 抓了郭文贵 孙立军我告诉你 就你那个智商 就你那两下子 就你做过的恶事 你永远不可能赢了郭文贵 你有本事你来杀我 孟建柱你有本事你来杀我 王岐山你有本事你来杀我 我等着你们来杀我 你给我发一个信息说在哪边 我单高顾会 我郭文贵没有做过任何犯罪的事情 我天不怕地不怕 你们哪个人不是双手沾满了鲜血 哪个人不是手上有一堆的人民 你们哪个人不是偷了中国万亿的财物 你们哪句话是真的 你们现在还想继续控制着国家 还想到国 还想要用你们的办案 用你们的事实 用你们的证据 让习主席和下一届常委牢牢被你们控制 做梦去吧 只要郭文贵在 我会揭发出你一个个的和这下一届常委 和县任的常委之间 用威胁 用证据 用犯罪 用私生子 用钱 用你政法获得的信息来威胁人家 抓住人小尾巴 你放心 你们的噩梦就已经开始了 还有47天就开始就大了 这47天里边 孟建柱书记 孙立军部长 王岐山书记 你们这些同党们 记住 你看看上去 你会看到你们什么情况 你做梦都不会想到 你最相信的人背叛了你 为什么 他们看到了你把周永康抓起来 周永康的家人和朋友 师生子的下场 这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现在要跟我合作 是为什么这些人要和我一起来跟你们战斗 很简单 这叫兔死狗烹 兔死狗烹 树倒狐身散 周永康这样 哪个共产党的官最后的结局都是这样 你神的 你伟大 你是菩萨 你死了 别人还跟着你 抓梦见柱书记 孙立军部长 你死吧 我也挖个坑 跟你一起死去 一个都没有 这百万个被你们黑进去的所谓的贪官 千万个家庭 所有的这些老兵 被你和你的情人 舒晓晴 黑掉的老兵 和你洗走的万亿的钱 还有以你和江家共毛后杀掉的内军部这样一个个人物 和有抓了一个个的军队的将士们 哪个人他们都不会放过你们 你们把郭文贵的懦战当成了懦战 你们把郭文贵的真诚爱国当成了懦战 你们把郭文贵的纯体当成了你们利用的工具 尽情的侮辱和无限 我但凡有一点人的尊严 我能忍下去吗 我今天留下你老妈的面子 我留下你太太的面子 我留下孙立军你和董卿搞的面子 我再告诉你孙立军 孟建柱书记说过你的女人董卿 你可以问董卿去 我告诉你今年我只说百分之一 我随时在第二次直播不听预告 这故事太长了 怎么杀人呢杀了多少人 李磊石到这是怎么死的 李磊石的家人是什么下场 为什么孟建柱家里边人换完器官以后 换完器官以后这么健康 你们的血清是哪来的 你们的血清是哪来的 那新疆的小伙子21岁就给人家杀了 人家刚到北京那几天你就给人弄一个枪奸队 枪奸谁了 你们就给人家杀了 新疆的那些人到北京来消失是谁弄走的 谁消失的 那些人的肾和肝跑哪去了 你们有记录吗 你们敢拿出来所有这些医院 换移植肾和肝的吗 最受害的就是新疆民族 新疆人几乎在你们眼里边就是一个白老鼠 想杀多少杀多少 孟建柱书记和张春贤在新疆吵架咱那不知道吗 你和张春贤吵架 你要把所有的那天发生事件的人全给杀掉 五百多个人 全部就地活埋 你这是你孟建柱干的 而且要把这个爆破事件全推给新疆人 结果当时安全部给你提供的情报说不是那么回事 你让他们闭嘴 就这新疆人干的 还有孟建柱书记 我告诉你 你整个赌场 孟建柱书记 你安排了黑社会的赌场的事情 澳门赌场的事情 你和孙力军掌控的澳门赌场和洗钱的事情 包括网上赌球的事情 孟建柱书记 只要你 你死了我也得把你的事弄出来 我再看看 看看啊 郭文贵在赌场上跟你下的功夫 我制造了这个 我相信你不陌生吗 所有的 你做过赌场的 所有的 我这个logo 看了修作 他帮了我大忙 是郭文贵的logo 孟建柱 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了 郭文贵给你下了多大的功夫 所有你在黑社会洗的钱 所有你用赌球赌出去的钱 所有你控制澳门的证据 还有你控制政绩的本身已经被我控制 天下没有几个人知道 你和孙力军之间互相想弄死对方 也互相绑架 也想绑架 互相绑架 我都知道 互相留证据 记住 所有这些黑钱 都将是人民的钱 都将回到人民的手里面 江家垄断了金融 诶 我看啊 这算了吗 我看一下啊 Twitter这个 YouTube没问题 Twitter怎么样 Twitter没事吧 好 所以 孟建柱、孙力军、傅政华 你们控制到中国的金融 地下钱庄洗钱 你们控制到 觉得卡了是吧 是断了 再来一下吗 需要再来 YouTube没问题 诶 这YouTube现在厉害 那这个要处理一下 这边这边这边 你别动我这边啊 你别今天再把这YouTube给我伤害了 哈哈 我推友就宰了你了 他们可不愿意了 所以呢 所有的推友们 这个孟建柱、傅政华、孙力军 掌控了中国政法这么多年 这个将近九年的时间 这个这九年是中国公安、检察院、法院 这些无能的、无知的、无良心的、无道德的、无法律的一个灾难的结果 这也是中国政法界被抓的人的报应 这什么玩意儿啊 大家关心呢 看着啊 几年前我打造了一千副这个 法国做的啊 相当高的质量 这是为啥我要我们推仇会要做出这样的东西 你看 骰子 只要拿到这个的都知道是干嘛的 我有一个组织 专门调查赌场 跟中国有关的犯罪证据的 这个东西 记载了所有中国处外黑店 马云先生在赌场 你应该知道这个 袖扣 看到了啊 看到质量了吗 现在已经曝光了 以前知道这个 有戴着袖扣的 大家都知道是一家人 应该干什么 所以呢 孟建柱同志在江西的故事我慢慢给他讲 所有现在知道孟建柱先生秘密的人 几乎都被抓被灭了 或跑到国外来了 所有的跟孟建柱同志上过床的女人 要么现在是鸡犬升天 要么就是进入地狱 还有 然后呢 接下来我说孟建柱同志在江西的事情 接下来 我要报孟建柱同志 他在江西干的很多事情 我要说说孟建柱同志是谁啊 孟建柱同志从上海攀附的家族 就是江泽民先生家族 他的老板就是江绵恒 这个江绵恒严格讲就是他绝对性老板 让他死他都得死让他活的就得活 他就是江绵恒家里边一保安 原叫公安部长后叫政法委书记 江家所有的这个刀把子就指望孟建柱了 2004年的时候 这个一位朋友到这个上海去跟孟建柱同志吃饭 那时候孟建柱同志身体非常不好 这太子嘛 太子就说了 下一个公安部长是建柱的时候 你们有时间去看江西看建柱去 2014年之前啊 那还没到公安部长之前 那还没到公安部长之前 很快就到了公安部长后来孟建柱 可以说孟建柱他没我知道了 他当公安部长 为什么 因为跟棉恒最近的一个人是我一哥们 这个这是为什么我知道他们的体系 当时这个李友王恩哥跟棉恒同志多次开会 这个谈到反腐的时候 刚刚啊十八大这个刚开始反腐 棉恒同志言话 他们抓了抓了抓去就把他们自己抓了 为什么呀 大家查查历史 过去大众集团的董事是江编恒先生 王恩哥先生 那时候人家就是哥们 人家两家是 人家王恩哥的父亲是原来这个东北军区的司令 人家是江老子 人家是士郊 也就是红二代 人家那时候一起玩大众汽车 玩洋人 然后这个棉恒同志在美国 那也是跟王恩哥一起的 士郊 孟建柱统计用这个张立凡 原话说叫家奴 那他只能去淋水啊 跑糖的份儿 然后那个时候就棉恒同志告诉王恩哥 监柱同志可用 但是没说能不能重用 后来这个 他的这个到了江西以后 上海人很现实 家人没人管 他妻子蒋女士病了也没人管 后来到了美国纽约治病 到纽约治病上海人就不像你了很现实 最后就来了一个上海的 在管外交事务的一个学医的 就是孙力军同志 现在原来是特来当了孟建柱先生的秘书 现在到了这个美国 后来到了美国就自我奖女士来了 自我奖女士感动了孟建柱统计 回去以后当了孟建柱先生秘书 现在是公安部常务 现在是副部长管公安部移居 也管就是黑 就是特殊行业 就是娱乐行业 还有这个夜组会 然后这个反叠 控制情报 所以说这些黑社会的行为 这情报的口 海外的钱 洗黑钱 东南亚 这都给他们 所有公安部长 都要让自己的老婆嫡系 当一局局长 一局局长就是半个公安部 杀人恶把 搞女人叫情报 搞情报 然后搞钱 叫工作需要 因为这是搞情报 黑鼎特 搞女性 那是工作沟通 那是日本啥 是吧 这是老百姓说的 参谋长是希望 军事需要 这都是 这太好了 这个职业 我那林强同志 在我工作多年 他就是一局的 曾经跟我讲这一局的故事 这一局就是一个黑社会局 这是为什么我们林强同志 发明了这个 这个黑社会也爱国 我昨天讲了 因为她是 她的表妹就是周沛 周沛是李小龙同志 死在床上了 后来周沛又嫁给了这个 香港的黑社会老爸夏花强先生 所以说这个 传说中的夏花强先生 我跟夏花强同志也认识 这个所以啊 这个现在 他们有充分的资源 有老婆的黑社会 赵伟同志 还有军阀 还有香港黑社会 台湾黑社会 来对付国文会 你来呀 对不对 你来你过来嘛 孟建柱同志给多少钱 孟建柱同志给多少钱 孟建柱同志扣着的绿地值多少钱 绿城值多少钱 孟建柱家里的翡翠值多少钱 张岳当时 啊 当着我的面 啊 张岳兄弟 那个时候给孟建柱同志送离去 送多少钱 我现在不说 咱慢慢来 马建柱部长 建立孟建柱 哪回不带礼物啊 你都把他给抓了灭了 你孟建柱先生 你有老娘 你一百 你妈已经一百零一二岁了 老太太 你天天孝敬 你妈爱吃那些贝力的东西 你把人类最好的东西买给她 你老娘 你这个照顾她简直是 惊天地祭鬼神的 吃人肉你都能弄 啊 你太太有病 你是恨不得就把全人类的人的心 让她吃了去 你有妈 你有老婆 别人也有妈 也有老婆 你有多少钱哪 你就成了一个国家 她富可泥国了 你控制的整个海外资产 现金 用那么多人控制 加在一起 你去服服品行吗 孟建柱先生 傅振华为什么也搞个一两百亿啊 他就觉得心不甘嘛 傅振华就觉得 你孟建柱能玩明星 你能玩女人 你能玩妇女 我也能玩嘛 所以他就玩女警察嘛 肚子就吃窝边炒 不吃窝边炒不是搞兔子 专玩女警察 离婚 为什么他们可以离婚 别人不离婚 离了婚以后再找最年轻的 找最好的 然后上船下降嘛 上网下降嘛 你王岐山怎么弄 大家都看见 孟建柱怎么看见 然后你傅振华 都怎么看见 中国的贡献法 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一份工作 做了对自己祖宗八辈和未来最不好的 就是恶性事件 就是恶性轮回的工作 招人吐骂 然后心里变态 然后心里不健康 但是所有人都拱救了几个当地的局长 政委 一个市的所有利益 所有的警察 99的人 就服务那几个领导 攻减法哪个不是如此 弄点小钱 收点红草 然后收点理 照顾照顾朋友 仅此而已 跟你们的盗国贼们相比 那能算什么呀 哪个警察 攻减法不腐败 他能活得下去吗 他有社会上有亲人 有家人 他不帮忙 他不去给 照顾家伙 他能活得下去吗 为什么 现在大家都讲假话呀 因为他看到领导 你讲假话 你要得让他信 他也必须继续跟你讲假话 这是为什么 孟建筑你的玩弄女人 你的身体强壮 那傅政华就是 他也一魂 玩这一惊 这个 中国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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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演艺界基本就是一尿筒 谁都可以尿 这个尿筒就是当官的尿 就是当官的金色马头 这就是这这就是为什么啊 这个现在国内的这个演艺界这么不正常 你们用各种方式来威胁演艺界 中国的演艺界是带着脚链手铐 带着龙套 不是口罗 龙套 在表演 是你们的玩具呀 有几个敢说真话的 你看看一个演技界 这玩意要坐在那讲这讲那 你讲一句真话吗 你敢说一句话吗 你敢拒绝一个没有援助傅政华和王岐山吗 有一个敢着吗 中国历史上 为什么一次次悲递发生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一个个被整死 就没有一个男人敢站出来说话 如果有一个人有血性的敢站出来说话 林彪不用跑到这个俄罗斯街 不能跑到那个外国去炸死你 就跟他PK了 绑上炸药瓜给他炸了怎么着 历史就改写了 那彭德怀拿着炸药瓜给你炸了怎么着 老百姓带前面不回去怎么着 就是文化大革命 别人想弄死你就弄死 你想想弄死 弄完周恩来的周恩来弄林彪 弄完林彪弄弄蒙德怀 人家还可弄 都弄死 他不怕死啊 弄你的人不怕死啊 只要你不怕死 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就为什么中国有傅振华啊 为什么有孟建中国 为什么有王岐山啊 就是我们党内的九千万党 绝大多数都是窝囊费 和被骗者 任何一个什么事的公监法 下面的员工们 警察们公监法 你们的领导贪 你就要跟他PK 要不咱们都同等贪 要不咱们就是你死我活 他敢这么欺负你们吗 九千万党员驻救了几个盗国贼啊 你们的儿女能上北大吗 你们的情人能上北大吗 你们的父母能住在那高干医院吗 能用外国药吗 这个基本的逻辑 现在这些人站在主席台上瞪眼说瞎话 瞪个眼睛骗你们 你们也知道在骗 然后时间长大家互相骗 这就叫假丑恶 孟建柱掌控了中国460万的公监法武警部队 从抓人调查人和你一起决定到审判到公诉到判刑到最后到司法官押到减刑全被你们控制 信息垄断 犯罪的过程证据垄断 然后你们有这个党的那个脚链子 中国人民的害怕的所谓刀把子 孟建柱和你做了什么 我今天先不说他和你做什么 未来我会在视频中 音频中一一展示 让我们来看看孟建柱书记 是怎么被江家选定为孟建柱南普陀会议实施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困国盗国方案 包括在我刚刚上节目的前20分钟一个最重要的老领导给我打电话 江西同业的事情不要说那么细了 因为江西同业是由你和孟建柱一起实施的监国计划一部分 绑架某领导人的家人 拉他们下水 这是南普陀计划 将某培养的领导人家人身边人一一拿下 抓住小把柄 让他们服务你们的南普陀的这个盗国计划 控国计划 监国计划 王岐山先生 你都是知情的 你都是知道的 啊 我就不具体说 因为今天这个资料太多了 啊 九十三月 我在这一千八百页里面塞成了九十三月 所以说我不多说 我往下走 现在我看看你的共同的这个盗国的伙伴 孟建国 他以所谓没有子女 啊 所谓的自己多么伟大 如何在掌控着这个刀把子 杀了百万所谓官员 控制了九千万党员 连拉屎方毕都管 和你一起实施了万亿美元的盗国计划 又如何帮助这些人啊 移植器官 他是什么样的人 咱按党纪 从来说起 咱按党纪从来说起 1996年秋啊 因为身上得了这个癌症 在美国啊 在治疗 那个时候人家在家中买了一处靠近医院的房产 2004年给卖出去了啊 这个房产是孙力军和蒋七方女士最难忘的地方啊 在这里发生了两个最关键的故事 有这个帮他照顾他的女同志 看到了这个王 这个孙力军蒋七方和他家人的秘密 这个人现在也消失了啊 虽然这个房子卖了 未来也会成为证据之一 在那个时候 这个房子人家为了治病 为了立医院进 就买了这么一房子啊 这个这个江府啊 这522这个地方 到医院呢 只有2.1英语啊 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多的故事 很多故事 今天不细讲 说到他的合法夫妻之后呢 我现在说到他的第二个情人 关键 是和孟建柱在上海一直以来的 半公开的第二个妻子 叫王梅 王梅啊 此人 是孟建柱书记的第二夫人 是孟建柱书记的 这个 跟王方差一个字啊 真是他喜欢姓王的啊 这个他的护照号码 是孟建柱书记的重要知情者之一 参与了孟建柱书记重大的政治计划 和经济计划 道国计划 也和孟建柱书记 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孟建柱书记啊 最想要的师生子 师生子呢 叫王孟辉 之一啊 之一啊 这是之一 这个王梅 我记得澳洲有信托 有银行账号 信息 现在的余额余额啊 这个总资产约6到7亿美元 然后呢 王梅呢 在澳洲呢 有现在我公布15套房产 只是一部分 只是一部分 而且王梅厉害在哪里的呢 这个王梅 这个15套房产的信托背后 大家要看看是为什么啊 房地产啊 他所有这些信托 持有房产 因为信托不能是空的 会引起人家注意 他用房地产的信托地址 掩盖了后面一个巨大的财富 这个计划太牛了 太牛了啊 这是他第一套房产 其中这都是用信托啊 来来持有的 第二套房产 第三套房产 我要向大家说明了 很多照片不一定是 跟那个房子对得上的 因为这个我们做这个电脑的时候 从台湾做的 这个 这个有些找不到房子照片 说就找一些照片代替啊 不一定准确啊 不一定准确 但是地址百分之百准确 照片不一定对得上号 第四套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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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套房产 第五套房产 第六套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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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套房产 第十套房产 第十一套房产 第十二套房地产 十三套房地产 十四套房地产 十五套房地产 这个大家看到十五套房地产 我要向大家说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这个为什么他要买 有的房子甚至就是 有的是两百万美元 有的四百万美元 有的是几十万美元 甚至是更便宜 大家要记住 他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房产 他不是想把房产当成房产的 一会儿大家能看到 和孟海星之间 他们有的非常一样的手段 和王岐山 说你看着王岐山和孟建柱 和他们家人所有的手段如出一辙 就说他们有共同的经济规划的概念 也有共同的同谋者 为什么买这房产 因为这个房产是当地 你成立信托来骗取政府 我是为了给我的孩子 未来的家人买的 这个房产的目的 就是掩盖了 合法的成立信托的 和信托持有巨额资产的一个幌子 包括有几套确实是自己要持有的 然后呢 这些房产呢 有一些租金收入几千美金 这几千美金就是养活了这个信托 可信托就是我说过一样 他有的信托是叫全权信托 有的是不动产信托 有的是有限信托 他这个信托的背后 持有了十亿百亿的这些股权 然后那个纸 写的那个纸 最终的受益人 你是永远不知道的 只有拿到那个纸的人 才有权利来兑现这个信托 而且基本上不拿税 澳大利亚广信托大概几万家 一年所失他们控制的资产 3.1万亿美元 而且在这些信托里面 资产最高控制财富最干净的 都是中国信托 所以你看到这是王媒 大概有70多套房产 我们公布了15套 每一套房产背后都是一个信托 信托的背后都有巨额财产 同时我们叫调查公司 对其中的房产进行了调查的时候 能吓到大家 因为房产里面装了防弹 防撞防挖的设施 这些地下都藏着巨大的秘密 巨大的秘密 这就是中国贪官所有抓起来以后 字画全都是假的 玉石都是假的 什么都是假的 除了钱不是假的 金字都是假的 因为真的都被调包了 中国过去这些年来 所有这些大贪官玩的游戏 都是通过戴着国营的帽子 来干私人的活 到国外来戴着私人家庭信托的帽子 隐藏巨额的财富 同时用大家看到老鼠托木仙的办法 就是看上去是个小老鼠 背后是个大木仙 实际上就掩盖了巨额财富 如出一辙 这个王美女士 跟孟建柱书记是多年的好友 然后是情人 然后是当了非法的第二任妻子 还生了其中一个孩子 王孟辉 就凭这一条 孟建柱书记 你就出大事了 这你就应该说清楚 王美女士的房产 大家都可以去调查 而且有几套房产 大家千万别随便靠近 因为那里的保安监控 极为严格 其他的有几套都是租出去的 但是房产的信托 是核心的核心 我们来看接下来 孟海经 孟海经 孟海经是孟建柱书记 隐藏了和他第一任妻子 蒋美女士 蒋新美女士的合法的女儿 身在美国 有护照号码 还有美国绿卡 这个没有美国护照 只有美国绿卡 这个说到这的时候 大家看得很简单 很简单 但是他持有的信托之托 财富之托 极为惊人 他有一百多亿美元 下面的栏子字看不清楚 就是他的账号信息 这个持有的财富 我们稍后会公布 大家可以看到 江西同业股份 从上面查的时候 江西同业集团 600362 看上去 是40.53江西同业的控股 然后下面有一个北京凤山投资有限公司 还有一个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新思路主题 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0.18 江西同业集团 是江西的一个支柱产业 一个大企业 这个企业的所有交易 和中下游的利润都去哪了 大家慢慢你们上网一看就明白了 就像我说绿地一样 绿地的张玉良 这个最重要的是 打造上海政府的企业的名字 国营名字 买地几乎不花钱 到哪免税免费 但是呢 这个所谓的建筑合同 材料供应利润都非法的转到了海外 也就是孟海经和蒋七梅的下面 江西同业同样这个道理 同样的办法 那么江西西有金属乌业控股集团 大家你看一看 我这有一张资料 由于在上节目的20分钟前 被老老领导要求不要说那么细了 老老领导说你带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最早的时候有一个上海叫王朝 王国的王 叫王朝投资因素 然后在增资过股的时候 这个成了江西西有金属乌业控股集团的股东 那么这个大家看时间是2008年9月25日 2008年这个时间9月25日 9月25日改制以后上海这家王朝 后来改成就旺朝 可能这个王朝太狂了吧 改成旺朝 那么这个是9月25日之后啊 这是王雷全面运作的 这是绑架所谓的南普陀的就是控制未来领导人家族和利益 和自己共沾 叫他不敢动自己的南普陀计划 叫咱们都要共同的嫖过仓 共同的扛过枪 以及共同的有弄过钱的这个目的 这叫绑架计划啊 鉴于此呢 很有意思啊 你看到2008年的9月份 9月25日他们改制 被这家公司拿走了 但是你看到真正其他的股东背后 还是有更多的代持 还更多的所谓长期合作合同 合作合同 这些企业的买卖利润都到了另外一边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同时是王梅啊 离开了 从上海到江西以后 玩了这一套以后 跟孟建柱玩了七八年 和舒晓芹 姚雅萍 这些几个常委 政法委书记 景德镇 江西同业 还有今天的现在的省长 这个这个这个叫姓原来的书记 这个都在那了 叫什么玩意儿 这个省长 姓吴的一个啊 那么吴亚雄 现在省长的吴亚雄 这都是都是孟建柱的铁杆啊 当时把几乎该拿的利润都拿走了 能拿的资源才拿走了 这个时候王梅开始移民澳大利亚 定居澳大利亚 非常的有意思啊 2009年王梅定居澳大利亚 就是2008年9月25日 把这个江西西友金属物业 既自己拿了最大的控股权和利润权和包括用这个公司绑架了中央领导家人 实施了成功的实施了南普卓计划 然后马上离开 没跟孟建柱进京 到了带着自己和孟建柱生的孩子 到了澳大利亚 开始了全面的啊 这个利用信托 洗钱收钱的全面过程 所以说呢 这个大家查一查 江乌的所有的发展的体制和孟建柱数据 以至现在的吴熙雄省长 当年的苏晓晴和姚雅平等 国家财富的最真实的案例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 我下一个来 这个孟海经持有的多个信托 现在我要说一下啊 这个信托啊 最重要的是合理避税 资产安全 资产转移 规则宽松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查不到实际控制人 而且信托呢 可以掩盖所有控制财富的真实数额 而且是合法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孟海经为多个国家信托的控制人和受益人 例如这个权 Family Trust 大家记住啊 这个权 这个权到底是孟建柱的 家子的女儿的丈夫呢 还是他师生子呢 这个大了去了 13个受托人企业实体 9套房产 你去想想一个正常的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家往下看看啊 这个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 第一个 个人养老基金 这个澳大利亚的商业编号 大家都有 可以查啊 可以 这就是所有能查的信息 我们都放 暂时不查都不放 澳大利亚 第一个 第二 这是注册文件信息 大家都看得到的啊 注册文件信息啊 你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啊 第二个 大家可以看看基金类型啊 这个这个澳洲税务局管控的个人管理养老基金 ATO 简称ATO啊 然后第二个注册文件 啊 第二个注册文件 中国政府上网都可以查 纪律检查部门上网都查 如果愿意查的话 我们每个退友都可以查 第三个 养老基金啊 看一看 这个基金类型 也是这个 这个 这个 ATO 养老基金啊 ATO 地址 信息全有 这是注册文件 这是注册文件 这是 全本 都是受托人企业的啊 实体 这个是叫全权贸易信托 全权贸易信托啊 大家可以看到全权贸易信托 没问题吧 OK 全权贸易信托啊 全权贸易信托的这个这个 非常大家一查 基本上就比较放开的 就是这个受益人 就是管理人 基本上就是可以做一切决定的 在西南威尔市啊 西南威尔市 这是注册信息 登记信息 然后呢 历史注册登记信息 大家可以看啊 然后呢 这个受托人企业实体二啊 这个是全权投资信托 然后注册时间 你看看都和孟建柱书记啊 这个这个2017年 20062001年 2006年 2008年和他的政治 以及这些人的生长 称关都是有关系的 然后这是历史注册登记信息 这个手段之高 金融专业 这个这个之强 绝对超出了我的想象 在中国只有盗国贼 才有这样的智商 很多金融家都没有 金融家都没有 这第三个注册信息 然后这个是注册信息 第四个 刚才没回 看一下啊 这大家下载一下 第四个 受托人企业实体室 全权服务管理信托 这个每个信托的资产 我们并没有放到了 他的资产的这个数额里面 而且这些具体数额资产 因为现在我们跟当地政府 正在合作 查他的信托实际受益人 查他所控制的老鼠 背后的那个大木线 最重要的资产 那些都是惊人的 我们都没放上去 注册信息 注册信息 这是实体五 叫全权投资信托 2002年7月1日成立 7月1号成立 这家伙 这个可不是 了不得了这个 时间呢 时间很重要 然后 大家看到注册的信息 刚刚这个是 收拾企业这个6也是全权投资信托 南澳 SA5058 大家去查查他真正的当时所报的情况 大家会得到很多有益的信息 因为我今天太多了 我新闻一难的话 十几个小时都做不完 所以呢我只选择了一部分 然后这是注册信息 这是7 全范围里的第7 也是全权贸易信托 贸易信托就有指定 范围和信托人 有范围控制的 注册信息 注册信息 注册号码 然后是全范围里刹资人的 这个8 也是全权投资信托 大家要看到 这个注册的时间 2014年6月12月 苏荣在这个江西的时候 最重要的他就是知道了孟建柱太多的秘密 和打破了孟建柱这个王国 包括在江西同业和物业 以及房地产和绿城的一系列的项目中 包括江西商行 江西信托 被肖建华拿走 这一切的交易当中争锋之处 最后这两个人之一死我活 当然以苏荣完败 那么这个时间 2014年6月份的时候 有大量的资产从江西被转出来 大量资产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公布 同时这个年头呢 杀人最多的时候 孟建柱 为了暗需杀人最多的时候 历史注册信息 然后是酒 这酒 这信息太多了 实际上我们放一个 都应该把他抓起来了 放那么多就没意思了 但是呢 实在是我说了 大家看完以后别得抑郁症 心脏别受不了 就哪一个这个信托的背后的资产 都够工作可能是某个人某个县 某个省的资产了 这叫其他信托 Other Trust 这个Other Trust 很有意思的 这都有针对性的目的 针对性的目的 而且在专业名词上 可操作空间极大 注写号码 没事吧 咱们的技术 以色列技术是管用的 是管用的 这是受托人企业 受托人企业 2016年了 这就从2016年了 看看 叫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 VIC 3132 全权贸易信徒 太厉害了 这个孟海经不是一般人 隐藏之深 控制财富之多 所有社交媒体信息没有 进出中国美国极为神秘 所交织人之高 那无法想象 登记信息 第十一 第十一 这个也是全权贸易 2009年 2009年 大家一定要记住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他不同的时间的财富来源 用不同的信托进行了掩盖 这是注册信息 哎呀 我的妈呀 这真是 这吓人啊 这每个信托都过郭文贵干两辈子的 这个 这又是来了 十二个啊 十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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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澳洲 所以说澳洲对中国的反腐太重要了 太重要 我来查 太重要 太重要了 澳大利亚是这个 孟建柱 王岐山 孟建柱 孟建柱 还有这个 傅振华 这些当官人 他们藏钱的地方之一 藏孩子 原因很简单 因为那里的法治 不像美国真正的反腐 反贪 反洗钱 那个地方可以控制 而且他们有大量的情报机构 为他们所谓的服务 十三 十三 这十三 又是新西南 污尔斯 这个 这个 简直澳大利亚是金矿 这个有几个房子 我们去看的时候 那房子 铜墙铁壁都不行了 应该是刚强 刚毙了 已经 所以说 中国叫杀富积贫 从来不杀富积贫 杀富养贫 这回是要杀滩养贫 杀滩养贫 大量的钱 转移到了海外 而且这巨额财富 每个都富可敌国 哎呀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权威力的澳洲持有的九套房产 大家看一看 大家去看看 这都是好区 好区 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看了 这个没法看了 这个这个看完以后 真的是会 真的得益于症 这个真受不了 而且呢 为了节省时间 让大家呢 就是收到大量的 这个信息 大家去查吧 都有编号 都有编号 这个 孟海经 为多个加入的控制人 和受益人呢 例如 在美国持有的资产 我的妈呀 这又不得了了 两个信托 拔到房产 这个信托呢 你说你看啊 在美国的哪啊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注册时间在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吃三味鱼的地方 这个地方 你看看又是非盈利机构 存续良好啊 看上去很小的个信息 哇 这个是天大的钱 天大的钱 天大的资源 而且这个机构 下面跟在美国 沉默的力量 诸送 所谓的国家的情报机构 实际上是他本人控制的 这个未来 为了实现在美国 这个就是实现控制美国的计划 和控制美国的财富的计划 打下坚持的基础 大家也可以看看 是什么事情 2015年4月9号 4月9号 这非常有意思 跟中国的巨大的几个事件 抓的人都是有关系 2015年1月份10号 是抓的这个 1月3号抓的马建福部长 然后抓了几个贡献法 而在这之前 李东升等所有的贡献法 包括周永康的各种资产 都被进行了所谓的查清 实际上都转向美国了 大家可以看到 说到这儿时候 这个 来 露露脸 我觉得 这个听友们该看看我了 别老看着文件 看了一下德育的了 大家你们不知道 这个美国 这个Trust的 我调查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两三个调查员 就在调查这个时候 这个大概两天 失去了和我联系 我以为他们被杀掉了 我正在犹豫报不报案的时候 后来其中一个人 这个来到了 这个 做见面 他们所遭遇了 无法 在美国无法形容的事情 而且都是国家力量 沉默力量的 而且给出了巨大的 诱惑 说 只要你现在 别再 别再爆料了 马上你将获得 两千万美元的现金 另外一个人 他们家人在这个香港 家人马上楼下 出现了N个警察 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上去敲门 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吓得嗷的哭 老人吓得不会动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找了律师 最后香港警察理他 我们这个调查人 吓得现在已经是 真的是半神经 也不敢回香港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 盗国贼们 在美国 这个信托背后 控制的财富是有多大 对他们有多重要 不惜动用 香港的警察 去到香港威胁这些人 不但如此 我们其中另外一个调查人 他的女儿 在美国一所大学 马上有人跟着 他女儿的男朋友 在香港去吃饭去 背后老坐着一个 讲普通话的 踢着平头的 一个高大的男人 竟然在香港 有一次他们出境的时候 香港的身份 被叫到黑屋里 问了两个调查 香港在抓了我的合伙人 取国交回大陆之后 他已经面临了最大的问题 取国交为什么取宝 是如何回到大陆 这当然跟香港基本法 严重重复 那么还好 他是个大陆护照 香港身份证 那么这些人 是香港生的 香港永久居民 甚至有的人都没回过大陆 这些人为了掩盖 这几个信托 竟然动用了 这么大的国家力量 对他们家人进行威胁 死亡威胁 和巨额收买 而且在美国 重立这些基金的背后的目的 大家 我一说 大家一查都知道 这是真正的盗国贼们 是对美国这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 对全世界的蔑视 和未来的存在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这些事情发生 大家一张纸就过去了 你们不知道是多少人冒着生命的代价 就不要说钱了 过去一天的调查费用 是两万三千美元 后来翻翻 我说五万美元 我用钱的无法回避 无法来补偿 对人家带来的风险 所以崔友们 每个字 每个信息 都带着中国人的鲜血 和有人为此冒着生命的危险的代价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盗国贼 他对全世界的威胁有多么的可怕 现在我们接着看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产业分类 私人地产 个人投资 资金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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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了记 这个普通社会人 在此注册的其他公司 还有什么什么 大家看到了 还有公司 这就是巧妙之地 微妙之微妙 这个明镜和平先生创造的名词 微妙之微妙 这就是巧妙之巧妙 咱得比它高点 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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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都是掩盖的所有的工具 业主 大家看看 他成立基金 绝不是为了买这个小房产 绝对不是 谢谢 大家看到了啊 房产 大家看到了啊 这房子 人家买这个房子 就像咱们 普通老百姓 上街上买块面包一样 看这房子 这些房子背后所隐藏的肮脏 和巨额的财富 和这个金融的手段 咱回了 来了 刚才是孟海经的已经说完了 巨额财富信托 百亿美元现金 多套房产 外国身份 裸官 孟建柱的书记的师生子 情人 外国身份 巨额财富 这个 然后呢 他最重要的 信任者 你去想想 他本人也没学过法律 他的现在最牛的代言人 也就孙力军 孙力军的在过去五年的政治作用 绝不亚于李克强总理 李克强总理能干的事 他都能干 他不能干的事 他也能干 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孟建柱 以及江家的代言人的杀手 执行者 所有当年惹孙力军人 杀的杀 抓的抓 命的命 所有惹了孟建柱和江家的人 杀的杀 抓的抓 命的命 这不容易吗 想抓你 想找理由 很容易 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 裸官 裸官呢 就大家看到了 王岐山家是裸官 孟建柱是裸官 我原来我压根不相信 孙力军是裸官 跨省居多 时间较长 设计人物 更加之复杂 所以说今天呢 所有的退友们 认真的 跟文贵 来听这些 我说出的人和事 有耐心的 来了解这一切 这一切呢 对我们了解 过去中国的十年 和最近的五年 和反腐 和一系列的维稳 和中国老百姓 都觉得奇怪 发生的事情 有什么关系 我们大家要先看一看 我在 我今天呢 大家可以 可能大家没有看过这一段 你们可以上网看一看这一段 就是雷阳案 雷阳案 这个是 大家上网 收一收雷阳案件 看到啊 这个雷阳案 谁出来评价的 这是谁来激发的 谁来评价的 还有这个是谁 大家可以看到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谁来和大家 谁来给大家来解说雷阳案件 为什么他们两个 要出来解说雷阳案件 把这个关掉吧 这个雷阳案件呢 现在大家都在问 为什么就把雷阳要杀了 为什么 雷阳案件杀的背后 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杀完雷阳案件以后 靠中国所谓的文化界的 年轻的代表的周小平 和他的妻子王芳 要出来澄清 要出来替这个杀雷阳 合法化 活该 辩护 为什么当时的吴曾 吴曾先生啊 就杨澜的丈夫 上穿下跳 组组织所有的媒体 来封雷阳案件 他的好哥们儿亲兄弟 用他的话是他扶持上去的人 北京市安全局局长李东 用尽了一切之力量 和傅振华一起封杀所有的新闻 杨岚女士又为什么在北京协和做了子宫癌 全部保密 大家可能是有点懵了吧 咱慢慢说 大家刚才听到了这个是我说到的一个叫做网上新歌手 叫王芳 这位是王芳小姐的照片啊 都可以在网上收到 这是她结婚的和 申许国家新许你的周小平的婚礼 这是王芳女士的微博的照片 这是王芳女士的歌手王芳啊 唱英雄赞歌那个她的父母 这是王芳的生活照 这是王芳和周小平的理发照片 都是在微博上可以查到的 说到这的时候 大家又看到一个 大家可能是无法连在一起的人 这个颜色还是有点问题 说到这的时候我要提一个人 大家可能要知道 袁宝景 袁宝景 说到袁宝景 必须要说另外一个人 安排了当时 在东北会参的 这是谁 周永康金正日 中间的是谁 是当时的政法委书记 李峰 李峰 辽宁政法委书记李峰 谈到这个李峰 大家看到了 现在也被抓了 2017年1月份被抓的 现在是生死未卜 无人知道 咱再谈谈这个 辽宁省政法委书记 政法委书记 刘洪 刘洪 这个还是有点问题 这个光 还是白 你往上提 你那边怎么样 还有点白 这个大家能看到 大家能看到的是 这几个人出来以后 啥关系啊 我希望大家要问一个问题 袁宝景是2003年 揭发李峰 当时政法委书记 还有包括当时政法委书记李文喜 这两个人我都认识 后来被沈阳抓起来搁仨 2006年 全部被枪毙 突然间的枪毙 这个时候的孟建柱书记 已经到了北京 已经是公安部长 那我请问大家 他和袁宝景什么关系呢 我想问大家的事情 大家查一查 袁宝景的上千亿资产去哪了 袁宝景的 这好一点 袁宝景的资产去哪了 这个有点过了吧 太黑了 突然 好 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 然后我觉得你可能要开个灯 袁宝景的资产去哪了 这里边牵扯到了一个问题 大家要记住啊 可以看一看 这个在江西省 孟建柱书记当书记的时候 最核心人物之一 也就他的情人叫苏小琴 苏小琴是景德镇当时的党委书记 市委书记 苏小琴后来在孟建柱到了江西以后 提拔为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后来孟建柱书记到达北京 苏小琴当了国家信访办主任 国务院的副秘书长 那么2001年苏小琴调到了江西常委 谁接了他班呢 江西景德镇书记 姚雅亭 大家上面查一查姚雅亭 姚雅亭在江西南昌是2001年 做着景德镇的党委书记 2012年到2016年是宣传部长 宣传部长 省委常委 后政协委员 那么这几个人是什么关系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 这个王芳此人 是生在辽宁沈阳 是当时的由刘洪和李峰 将王芳送给了孟建柱 这是百分之百孟建柱的情人 命孟建柱最深爱的人 孟建柱一手把他给捧成了中国的红歌星 还给他找了一个好丈夫 周小平 王芳这个女孩 本不出名 在辽宁 这个要推出她的时候 本来唱歌很差 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 中国红歌会 在一个辽宁区 大家记住 所有王芳的成长和辽宁江西从来没分开过 和孟建柱政法界从来没分开过 当时在辽宁区有一个比赛 辽宁区的红歌比赛 太亮 你往上往上 太吓人了 这也太亮了 我要看一下 这个 当时 当时啊 这个王芳在这个本来这个比赛当中 他是根本不行的 这个时候 在辽宁 在刘洪和李峰的运作下 获得了同海 在这种情况下 王芳开始走向了他的首歌 不但这个时候在辽宁区 开始在李峰和刘洪的运作下出了名 这个时候王芳的钱财 财富 可是日进万金 在沈阳买了上亿的房子 在北京也买了上亿的房子 他们家人的车和他的车也都挂出了加密盘 包括当时身在营口的 现在辽宁市的 大连市的副市长 公安局长 也就是郭文贵案的办案人 刘乐国全部都冲上去了 刘乐国 李峰 刘洪 一时间败为上天的 就是这位王芳小姐 2013年 王芳 给孟建柱提出要求 必须上中央电视台 必须上中央联合网会 而他要求 必须他上台 那天是主角 而他要求 宋主英和谭京不允许出现 在百般的协调 中央电视台 广电部 都因涉案 涉及中央电视台的各种腐败案 被孟建柱 好 被孟建柱 给威蝎 以不查他们为名 来诱惑 让他们放弃 对宋主英和谭京等歌手 新歌手 石油 并且在这个之前 写了几十首歌 让王芳唱 后来大家知道 2012年的让我们舞起来 是在江西获得奖 江西获得奖 然后2013年 春节联欢晚会唱出了一个英雄的战歌 这个唱英雄战歌的人 就是天天和孟建柱书记在战斗在床上的人 战斗在空中的人 战斗在水里的人 两三次由于肛门破裂 和其他地方严重受损 紧急住进医院 这个英雄真是战歌唱得太好了 英雄战歌是诞生于2013年初 在多个首歌的写作当中 最后选成了这个 进了春节联欢晚会 而且不允许明确点名 不允许宋主英谭京等出境 形成独霸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的这个局面 当年应该是冯小刚做导演 孟建柱书记和孙立军 从写歌到审歌 到中央电视台的协调 到整个歌曲的排放的时间 全由孙立军和孟建柱协调 我说到这的时候 我再说说 为什么我说跟袁宝景有关系 2006年杀掉袁宝景全家 这个袁宝景的妻子 叫卓马 四处奔波 但是 李峰当时为了夺得 袁宝景家全部财产 准备把佐马等所有家人 全部灭掉 后来由于佐马受人保护 和反应机制 没被杀成 在这种情况下 最后在到了北京的孟建柱 孙立军 已经明确当公安部长 而且当政法委书记 已经肯定的情况下 李峰使出了杀手机 在判死缓的情况下 在袁宝景已经捐出钱的情况下 几百亿钱的情况下 将他马上执行死刑 袁宝景的钱给谁了呢 大部分到了孙立军和孟建柱的外甥手里 而且也没有停止对佐马 和对他所有的家人和知情人 财务总监迫害 有的人还在关在监狱里 有的人已经消失了 由于在2002年到2006年 刘洪和姚雅廷的关系 和李峰的关系 和安排了王芳 他们必然成为了生殖器上最亲的关系 可以说是 叫做生殖器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放出了一个烟幕弹 说王芳深受当时的彭丽媛女士喜欢 是彭丽媛女士 教了王芳的格子下 要培养王芳成为下一个彭丽媛 这个可以任何人到中央电视台 到所有的当官人可以去问 有李峰 刘洪 刘乐国 还有姚雅萍 舒晓晴 还有孙丽君 一手导演了2013年的春节联合晚会 控制了春节联合晚会 而且把这个责任 通通的推给了彭丽媛女士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网上都说是彭丽媛来控制了 这个整个春节联合晚会 大家也可以从这点上可以看到 袁宝景的死 为什么李峰敢杀 为什么刘洪敢杀 原因有孟建柱在背后支持 最高法的下的执行死刑令 和后来资产的分配 全由孟建柱和孙丽君一手来主持 李峰不仅没有受到任何连累 从2013到2017年1月份 李峰还是继续稳稳地控制到辽宁的政法 刘洪当了维稳主任 现在还是维稳主任 一年照样是上千亿几百亿的钱 归刘洪华主 刘乐活从营口直接到达了辽宁副市长 然后当公安局长 监管局长 这也为什么要把郭文贵的案子 要放到辽宁去 方正的案子放到辽宁去 放到大连去 因为那是孟建柱孙丽君控制的地盘 郭文贵被抓回 和郭文贵的事情 那就郭文贵一定会像元宝景一样死在辽宁 一样只给你灭掉 方正的所有的股权 这个方正李友在那被关期间 给出所有人的利益 那都是刘乐国 刘洪 孙丽君 孟建柱 和当时的李峰 今天是李文章 这都是设计好的 大家现在应该明白 为什么李峰在辽宁 在孟建柱时间 横行天下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说到这 我又要说出一个人来 王敏 辽宁书记 我认识这个人 王敏曾经当口告诉过我 他会被杀掉 王敏最常去的就是北京 一个叫做苏州驻京 在后海边上一个苏州驻京办事处 赵本山先生 经常和王敏在那见面 很多官员在那见面 王敏先生 当时对着吴南 他当时到现在我可能不知道谁叫郭文贵 对着叫吴南的这个人说 我会被杀掉 他说我希望安全部啊 有人能给我合作 或者知道我的情况 我说为什么 因为当时安全部的其中一个部长在场 不是马建部部长 他说因为李峰和刘洪 姚雅平 刘乐国 都知道王芳的事情 说知道王芳的事情 必被杀 而且他知道 说有两个人 无意中知道了 杨岚跟孟建柱的事情 杨岚去这个协和做了子宫手术 子宫癌切除 和杨岚在海外 用信托和吴曾搞了大量的钱 还有吴曾 利用维稳费的理由 在海外拿走大量的钱 说 李东 是百分之百 接受了孟和孙林军的命令 全力以赴 配合吴曾 铲除所有的知情人 许诺李东是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因为懂中国国家安的人都懂 北京国安局相等同一半个国家安全部 相等同一半个国家安全部 权力之巨大 只有行内人知道 拥有一切侦查手段 刑事手段 而且几乎不用上榜 直接听命于吴曾 孙立军和孟建柱 所以吴曾此人 很多人绝对看敌他了 他是绝对的一个 从小培养出的情报高手 他可以领导李东 也就领导半个国安部 他拿着美国护照 他又控制了多个私人信托 那么为什么和雷洋案有关系呢 和杨兰案有关系呢 和王芳有关系呢 为什么王芳和周小平要站出来 就说雷洋该死呢 洋口子要出来 要开始来说雷洋就死是对的 他就是嫖娼 为什么吴曾上穿下跳 跟着李东 威胁所有的当时在场 看见的录像的和目睹者 还有当时厌尸的 包括林逗逗的丈夫呢 很简单 雷洋和他这个同学 他们无意中撞见了杨兰 和王芳和孟建柱 他们的所有的偷奸事件 还有他知道了 袁包景的钱 是被孟建柱孙力军 吴曾给拿走了 他们知道了 这个从东北出去的赵勇 现在在老窝缅甸一带 搞赌场的 往外洗钱的事实 他是无意中知道的 其中另外的三个人 现在两个人已经消失 找不着了 这就是那天抓雷洋的时候 下的命令 大家巧合查查那天 公安上执法人的身份 有的人根本不是派出所的 是北京市安全局的 所以那一天 他不是被搂脖子库猴死 他也一定会死 下的就是格杀令 更重要的事情 雷洋 他给一个大家都害怕的人物 有联系 就是当时也被死了的 李明 小马奔腾的创始人 所以他也必死无疑 所以大家看到了 袁宝井事件的巨额财富 袁宝井事件的非法被杀 和袁宝井因为他死的知情人 所带来的威胁 还有王芳和周小平这样人 和吴增和杨岚和他们之间 这种黑帮 多少人都要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还要被杀 对不起 我要喝口咖啡 有意思吧 文贵的爆料 越来越有过去的侦查小说 刑事小说的 做个尽量了 第二集 我跟你们说过 会超出你们的想象 我说这事情 大家都可以从网上查得出来 基本不用 证据不用找我要 从网上查就可以 从网上就可以查得出来 那么 这个他们看到了吴增和杨岚 还有这个王芳 什么事呢 任何一个人 但凡去查查 雷阳过去在死之前 前两年 他都参加过什么活动 跟哪些同学见过面 他都跟谁有过通信 出过哪里的差 当时杨岚 大量的这个负面信息 在杭州的事 和别人男人的事 以及自己这个骗钱的事 和吴增造假的事 广泛传播 你看那个是谁 那几个人和雷阳什么关系 大家就知道了 为什么吴增 杨岚和王芳 毕还有周小平 孟建柱 孙力军 必须置于 雷阳与死地 当时为什么 傅政华又参与了呢 因为其中也牵扯了 傅政华 傅政华被孟建柱 和吴增 孙力军和李东 同时给绑架了一起 这是一起 惊天打烂 那么你们再看一看 孟建柱书记 从到北京以后 把姚亚平在江西 你看看啊 怎么控制的 姚亚平最大的敌人 就是书记 书荣 书荣最了解 孟建柱书记 如何控制到整个江西 如何控制江西的 正法委队伍 如何让姚亚平 在那当地 继续绑他找小姐 找处女 找完处女以后 由姚亚平 扶则把红枣放到 一定是处女 放到阴道里 养大以后 拿过来 让孟吃 不但孟吃 孟的母亲也吃 但孟的母亲 不一定知道 这是什么玩意 孟的母亲 每天吃饭 要拿最上等的贝壳 要抹粉 喝贝壳粉 因为这对治疗 患肾患肝的人呢 有最大的帮助 但是是最紧急的 数以百万级的 百万论几课而已 那么在江西 舒晓芹从他到之日 就当上了 景泽镇书记 政法委书记 常委 然后跟他同时进京 管维稳 管新访办 姚亚平 在那里当成了常委 政协副主席 还宣传部长 实际上就是 孟建柱的代言人 还有很多啊 未来我说 那么当地的公检法 只听舒晓芹和 同盟建柱 苏荣因为恼火 向中央写信 这就是触动了孟建柱 必须把他拿下 不但如此 大家现在还 我不能告诉你们的 未来我会告诉你们 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这公安部的和 安全部的几个人 必须下台 除了政治上 南普陀会议上 要杀之外 其实孟建柱 也利用了南普陀会议 杀掉了自己的 知道自己的巨大的贪腐 和过去杀人 和搞泡澡这个游戏 和包养多个女人 和杨岚一起威胁娱乐界 培养周小平 然后让习近平主席 亲自点名周小平 然后又把王芳 成为蒙丽园女士的 第一可培养的学生和代言人 灭掉了宋主英和谭京 等所有的歌手 什么张也 什么通通灭掉 甚至从文化上 宣传上 政法上 以及网络代言人上 绑架了党中央的习主席 周小平此人 今天在2017年 2017年 这个和王芳的结婚 是孟建柱的一手安排 不但安排你 周小平成为 总书记国家主席 点拨的一个网络 红人代言人 说每句话 做每件事都要受他所控 你的老婆 你也得受控 这就是不但给你安全 不但给你名义 不但要帮助你吃饭 还要帮你娶老婆 然后你必须知道 这是我的女人 大家再查查 周小平和王芳 在美国干了什么 周小平口口声声 反对的美国 和帝国主义美国 他在美国干了什么 和王芳 他有没有生过孩子 有没有拿外国身份 这些巨大的 人间的 人性的人道的灾难 都有什么样背景呢 大家就知道 文贵过期条 以黑反弹 以警反弹 以警治国 那王岐山 跟他们有没有关系呢 大家好好查查 圣经银行 张生坤 这个女士董事长 创始人是怎么被抓的 什么时间被抓了 从孟坚祝调查他 到抓他 让他消失 网上不准报道 马上海航去人 全部接管 然后海航接管 就等于进了姚庆 王家冠军 刘成杰 孙姚的腰包 这仅仅是为了钱吗 当然不是的 圣经银行 给李峰 包括江西的姚雅平 包括政法委书记 文贵班主刘宏 洗钱 藏钱 偷钱 几千亿 圣经银行 就是个匪窝 多人 多人想拿 拿不成 为什么把李友案 要放到大连 因为北大方正是 圣经银行的第二大股东 要求方正 实际退出圣经银行 把第一第二大股东 全给海航 同时掩盖在这些以贷款骗走 以贷骗的钱 这些事实 同时继续控制 所有的圣经银行 所以那个叫张什么坤的女士就消失了 王岐山在辽宁案上不审查 跟孟建柱打了一个互相接应的棋 纪委上控制住了 公检法 孟建柱 孙力军 傅政华控制了 所以辽宁 知情者必须被抓被杀 所以王敏 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知情者 李峰 写过东西给他 他曾经为过大连的副长刘乐国 是否知道 包括刘乐国也多次给孟建柱找处女 15岁到16岁的处女 王敏必然被抓 他必然消失在世界上 这就是大家看到 一个小小的王芳女士 撬动的整个国家的机器 生殖器治国 这个有点说小了 应该叫生殖器控国 所以跟文贵来打这个生殖器之战 是全有吴征到美国来 全面指挥 天天在纽约 找到这所有的华侨华岭 黑客 袭击 全都是由吴征开始的 和博训所有的联系 都是吴征开始的 因为吴征最怕的 就是这些事实的败露 吴征是典型的中国培养的特务 他到底该去哪 大家拭目以待 吴征在我中间 我第一次爆料之后 找了一个我的好朋友 我尊敬的老领导 说我不再爆他的料 他提供给韦时的付款单 49万 我再也不爆料了 所以从那天到现在我没爆过 但是最近这两三个月来 吴征上船下调 骗我的事情 现在已经是不在乎了 出来了 到美国来 找所有可能接近我认识的人 一给钱杀我 第二造我的谣 第三 所有的马蕊强奸案 是吴征找的律师 全面运作 他和孙力军 他以为我不知道 咱们钓钓鱼嘛 让子弹飞一会儿 干嘛那么早说出来了 杨岚和孟建柱 跟孙力军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大家可以查一查 封凰卫视刘长乐先生 和孟建柱孙力军的关系 大家就能看得出来 过去 这几年报道孟建柱出访 和所有新闻 公安部新闻的最多的频道 凤凰卫视 刘长乐得了癌症 住院做手术 孟建柱亲自探访 仅仅是因为凤凰是 安全部的企业吗 安全部有几千家企业 仅仅是因为刘长乐 是凤凰的董事长吗 不是的 他不仅仅是一个坚决特务头子 他不仅仅他连他很少的股份 他的女儿点点滴滴 只有一点股份 那么凤凤凰是绝对的安全部企业 绝大都是情报工作者 因为在凤凰卫视的有一个相当厉害的美女 也是孟建柱的情人 由刘长乐和王继颜 这两位先生照看了七八十来年了 他是凤凰卫视上最有钱的 也号称自己最漂亮的 英文讲的最好 在香港买 当年到香港几千万买一个游艇 上亿买一个房子 凡得罪他的人几乎都被抓了 凤凰卫视就是百分之百 听从于这位孟建柱书记 所以孟建柱只要是有动作 那就是孙立军发个信息 马上报 而且有记者跟随 孟建柱出国 竟然有人安排没跟他睡过觉的女记者去 要陪他 这位女记者一恼火之下 离开了凤凰卫视 后来有人告诉他 凤凰卫视如果不去陪孟建柱书记睡觉 那你就在凤凰卫视待不下去 不管你老少 而且明教告诉 孟建柱是喜欢后边 不管男女 这为什么王芳多次 在孟建柱六块肌肉的舞蹈下 从空中到地上 从床上到肌肉间 从窗户边上到椅子上 最后几次休克住院 雷阳就是认识了王芳和王芳的朋友 知道了事实 热下了杀身之火 同时杨兰因为吃醋 要给王芳PK 也被雷阳知道 雷阳之死 绝非那么简单 袁宝景之死 财产去了哪里 就是真相 苏荣被抓 和苏晓芹和姚亚平 孟建柱 和张玉良 杨绿地脱不开的干系 不但如此 中央电视台 2013年到现在 所有留下的主持人 和被抓 这是过去五年到八年 被抓的主持人 都有什么关系 大家可以查一查 哪个人曾经惹过王芳 哪个人惹过李思思 哪个人惹过杨岚 文贵是不是故弄玄虚 大家好好看一看 王芳的成名 没有离开过辽宁 王芳的成名 没有离开过江西 王芳的成名 每一部没有攻减法 这样的力量推他 他唱的歌 他都真的 你郭文贵的歌能杀人 他的歌能杀你家八代 中央纯洁联绒晚会那天歌 竟然是假唱 谁有这本事 谁能让冯小刚这样的 有个性的导演 这么样的对艺术执着的人 能跪下来 还得闭嘴 冯小刚是吃这一路人吗 绝对不是 冯小刚骨子里边是绝对有正义的人 是有追求的人 他是信佛的人 他都连婚都不吃 他都得老老实实跪下来 你说咋办就咋办 宋主英都得让位 谭京张也所有的中国 每声唱法都得让位 让给了一个唱得连郭文贵的嗓子都不如的人 还要假唱 常委谁有这本事 那不拿枪顶着你 不拿刀顶着你 能有这种结果吗 吴曾曾经在我跟我同心的语音当中 明确告诉我 李东是他培养的兄弟 战斗了多年 我未来都会放出来 我在今天之前 我没向美国FBI提供过任何关系无诚资料 但是接下来我会把他所有的资料 提供美国FBI 那么海外的师生子 还有这些钱 包括这些律师大官司 包括找董克文 全都是吴曾的安排 我原来不说 我想钓钓鱼 让他充分的表演 包括许诺给博讯 包括给死诺 包括什么夏屎梁 张志床下屎梁 这全都是孙立军 吴曾和李东的安排 因为他们都属于沉默的力量 包括VOA电视的张经 他属于北京局管的 当时老领导过同话明确的说 张经是我们的人 他是我们沉默的力量 所以 所有的推友们 我今天文贵报的这个料 我希望大家千万别当成看笑话 和当可狂是笑话 我希望大家静一下心来 上网查一查 我所有说的资料 大家都有据可查 不用文贵说就能说明白 其中 器官移植 拿走器官的事情 杨岚之情 吴曾之情 我非常担心 杨岚和吴曾很快也被他们消灭掉 我不希望他们死 杨岚做完手术以后 高度保密 他找了他其中一个情人 是一位新疆的朋友 告诉这位新疆的朋友 他说你们新疆的人 出去一定要注意安全 否则你们会以各种理由被抓起来 把你的肝或者肾给拿掉 这位新疆他的男友 用他说叫性伙伴 很惊讶 这个人已经到国外来了 因为吴曾根本没有性能力 不吃药根本不行 吃了药可能更不行 所以他喜欢这个 然而讲述了这些老领导 包括一些他说出来的这些人 这些性变态 导致了他子宫癌 在协合作的 接下来 我也会让大家会看到 不同的方式看到 杨岚女士 遭受了什么样的性虐待 用什么样的生殖器 建立了这个强大的政法关系 为什么在重大国家事件上 他要出来主持 没有孟建柱可能吗 没有孙力就是可能吗 为什么王芳一个作为这样的女人 唱的叫英雄的赞歌 2014年又唱了一个非常的棒的歌 叫美丽的中国梦 这个美丽的中国梦 就是唱给习主席听的嘛 把它变成政治歌手 政治歌手唱给了政治红人 和嫁给了周小平 身许国家 心许你 这一个人都身心分离 那你岂不是魔鬼吗 你心 那也是假的 心都在这 身不在这 你跟谁做爱去 身在那 心不在这 你骗谁呢 身许国家 心许你 叫做身心分离 这样的话也能说得出来 还成为中国年轻人的偶像 是呕吐的对象吧 你明知道你的妻子 肚子上的疤痕 和他前后这多次住院被虐待的伤痕 你明知道你为什么得到了今天这个位置 为什么让他唱中国梦 你又为什么出来批评人家雷扬 关你什么事啊 中国老百姓说的话 无力不起早 五毛不用管了 越多越好 五毛的多 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成功和胜利 所以 大家你们看一看 志从报孟建柱开始 孙力军开始 完全不同意报傅振华和王岐山 初天盖地的五毛 然后第二次强奸的鸿铜 无尊迫不及待到美国 找各种黑道杀手 竟然许诺一个律师要给一千万美元 只要你就反郭文贵 策划我的律师给我 给我造反 给人家五百万美元 多大的钱呢 这不就是孟建柱有害怕的吗 如果郭文贵报的都是强奸郭 郭三鸟 那你怕啥呀 郭文贵造谣诽谤 告他呀 恰恰恰的这么多五毛 恰恰你的网络控制 恰恰你们跳得出来 恰恰愚蠢地找了吴僧这种 傻到不能再傻 骗到不能再骗的人 代表着国家机器 你让我看到了你们的懦弱 愚蠢 你让我看到这个国家 真正的走向民主自由法治的希望 因为你们当贼都会 你让我看到王芳 能唱出英雄战歌 是对所有中国的真正的英雄 那是巨大的侮辱 有一天这首歌会成为人类上 最最肮脏的一首歌 中国梦是对习主席和习主席的中国梦 天大的侮辱 还打着彭列元女士 要培养的接班人王芳 是对彭列元女士 是我们山东老乡 天大的侮辱 是对中央新春节联合晚会 所有的听众最大的侮辱和欺骗 让一个天天跟孟建柱睡觉 因他杀人杀掉雷扬 侵吞大量非法资产 控制整个政法 从这个辽宁到江西 这样运作出来的名声 在运债给他找出一个合法的一个 这个绿帽子 石油者 周小平 这个国家 我再说一遍 我反倒国贼 国家被控制 难道说的假吗 如果习主席 看不到这一点 或他不知道这一点 那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但凡找个人 不用去查 去问问 为什么那年王芳 当了中央台柱子 春节联合晚会 为什么必须不允许 宋主英和谭京等 所有的歌唱家出来 为什么要报江西去 让他获得奖项 在燕戈的时候 而且竟然有人提出来 当场就被拉出去 给臭骂一顿 此人不再被重用 在辽宁的时候 是这个姓严的严心股障 政法委到场保护 像保护亲爹一样 亲爹也没这本事 亲爷也没这本事 最于所谓的中央领导一样 保护着他 到哪都警车呀 刘乐国 只要是听到一个电话 天津的刘乐国 听到一句汪汪的电话 哪怕你去助理电话 那都吓得打嘟嘱 站起来 那刘洪和刘乐国 那是绝对亲兄弟呀 那维稳费给多少刘乐国 那是由刘洪说了算的 那李峰和李文喜 霸占了辽宁是多少年 十几年啊 最后李峰 因为辽宁人大会选案 在2017年初 2016年12月消失了 他一定不会活成的 因为孟建柱一定在十九大前 把他给灭了 孙力军也一定把他灭了 而且吴曾极为恨这个李峰 因为杨岚到东北去 跟他吃喝酒喝多 李峰一喝多就乱性 还想弄杨岚 所以吴曾为这事情 非常的恼火 所以大家现在看看 中国的政法 中国的公建法 中国现在给郭文贵盖的强奸的帽子的司法机关和大连公安局 有什么资格去指责别人犯通奸罪 强奸罪 说这个党是通奸党 说人家涉嫌黑社会犯罪 我认为过去所有十年来被抓的所有的犯人 包括反腐 包括各种性都应该放出来 不管任何人 包括我的敌人 都应该放出来 所有过去的设计的人命案都要重新查起 所有现在孟建柱 过去所去往的地方和时间 都应该好好核对 必须要查清楚 孟建柱孙立军和李东和无尊控制的海外情报系统 到底是服务国家了 还是服务于孟建柱的私人黑国 和巨大的黑色的利益集团 必须对全国人民有一个交代 那就是说 过去这些年 孟建柱书记给中央国家的安全委 政法委 习主席汇报的工作的真假 他为什么办案的时候都要说抓郭文贵是习主席的批的 为什么辽宁 这个案子要放到辽宁去 行内人都知道 只要想保护的人全放到江苏和泽江 这就为什么宋林要放到江苏去 因为宋林跟他外省有巨大的利益关系 被保护起来 在里面照样吃喝漂赌 判清醒 习主席我相信你不糊涂 习主席的旁边人也不糊涂 所有被放到江苏浙江的上海一带的人 都是他的保护的对象 凡是放在东北的 就是要你的命 要你的钱 灭你的族 大家可以顺目一看 能进东北三省 特别是辽宁的 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能活着回来的 就是让你去干另外的任务 放出去让你杀人去了 全家都要被绑架 都要被灭口 我相信中共中央 这点本事还是有的 把过去这些大案来龙去脉查清楚 是谁抓了圣经的张玉坤 张玉坤的股票 股权去哪了 为什么又去海航了 张玉坤的银行 总共不到一万亿的 所谓的存款额 代数据将近七千亿 这七千亿都能回来吗 能回来百分之二十 我都给你磕头 钱又带给谁了呢 李峰为什么在辽宁 被原宝警的事件和多个事件 以及沈阳杀人案件 多次被告 还在孟建柱执政期间 能活到2017年 直到会选案发生 总书记常委决定 才能把李峰给消失 保护起来 或者已经被杀了 为什么辽宁的刘洪 掺激这么多大案 还能继续维稳 拿着这么大的钱 为什么刘乐国从营口 都是有名的谈 又到大连市副市长 兼公安局长 而且由孟建柱 分别给北大方正的案子 直接牵扯进去 圣经的办案 还有这个方正和郭文贵的纠纷 他们被李友给买通 有些人已经被抓了 然后呢 李友花了几十亿 当五罪四放 在里面享受了豪华待遇 这跟郭文贵强奸有关系吗 这跟郭文贵被红通 有关系吗 这就是今天文贵要说的 以黑治国 以警治国 以黑反贪 巨大的灾难 我绝对相信 习主席不知道这真相 当年中主部常务部长陈希在辽宁 也知道了辽宁一些真相 知道了李文贵 知道了李峰 也知道刘洪 也知道刘乐国 甚至也知道一些孟建柱和孙力军 傅振华等在东北的势力 所以在2012年 孟建柱在两个最关键的会议 私下会议上 向他手下告诉 包括跟王岐山 必须把陈希抓起来 因为陈希会上习主席 报告辽宁的真相 而且陈希跟江西的几个 北大清华 北京清华大学的人 很熟在江西工作的 所以陈希人很直 必须把他灭了 而且明确告知 要查清楚 栗战书的家人的情况 和栗战书在黑龙江的情况 和栗战书和民生银行 董文彪的关系 还有其他等等关系 这个栗战书先生知道 说一定不能让栗战书 未来赶在习主席面前 胡说八道 必须控制他 这为什么马云在最后一分钟 必须出来 来报 来报这个栗战书家人的料 丁薛祥是来自于上海 孟建筑 想尽一办法控制 包括他的秘书 朱学 朱秘书 朱学军是叫朱什么风啊 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 习主席一问就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他们要控制习主席 他们的根本势力是江泽民 朱镕基 王岐山 所有这些年做的事情 就是举着习主席的旗 高级黑 终于习主席 为习主席清除障碍 开成一个圆满的十九大 实际上借习主席的名 借习主席的刀 杀掉了所有他要杀的人 灭了所有的口 达到了实际上 孤立习主席的目的 让他们控制 咱们党内的哪个官员 想抓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 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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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抓这些人 为什么证据那么确凿 为什么他们一抓就确凿 别人一抓就没罪 那别人要抓孟建柱和孙立军 傅振华 他就是清白的 没有罪是吗 不确凿是吗 时间会给答案的 杨岚女士 在政治领域 这几年起到了作用 把她过去几十年 对中央电视台和媒体界 社会界 所有的仇恨全都爆了 烦的人该死的死 该抓的抓 该发的财全发了 吴曾因为拿着美国古照 随时就在美国 他也申请正批 他就没事 他以为 而且他认为 孟建柱不会到 江家不会到 就像刘延平书记告诉我 熊光海江家的人 在美国白人世界 各种民族世界 那权力大得很 想弄你郭文贵还不容易吗 吴曾也是这么认为的 江家的势力遍布天下 觉得孟家的势力遍布天下 孟建柱会在十九大当国家副主席 负负责代表习主席国家外交 作为特使 所以 吴曾告诉所有的美国人 接下来王岐山还在十九大 还当常委 然后孟建柱是国家副主席 中国未来的十年江山 最关键的还是江家 孟家 王家 所以 吴曾代表着整个他们的利益 大家去想想 吴曾是一个美国护照 美国公民 作为一个中国的老牌特务 控制着国家的核心机密 了解习主席的一切 了解党中央的一切 了解孟建柱 李东 安全部的一切 和郑保义局的一切 你们觉得这国家安全吗 正常吗 所以 大家看到了这个以后 听到这个以后 大家想想 袁保景的死和袁保景的钱 包括赵本山被边控 赵本山知道太多了 随时会被灭掉 孙立军曾经下过话 还有孟建柱 绝不能让赵本山活过十九大 大家看吧 所以他被边控了几年 随时希望 这个他心脏病 脑血管病 让他突然死亡 所以赵本山先生 一定要 注意好安全 亡民必死 刘洪也玄乎 刘乐国肯定不会得好死 因为他捞太多钱了 家人的事情 现在社会上都知道 他的情人 大家都知道 那这位王芳女士 现在在我爆料之后 也危险了 这个周小平 这个肮脏的家伙 是中国文化界 新闻界 娱乐界 媒体界的灾难 这个绿帽子戴大了 能享受在绿帽子之中 在绿帽子上面跳舞 在绿帽子上边 能拿出自己的精彩的人 非周小平莫属 我佩服他 这样人谈爱国 代表青年人 是对中国90后 80后 2000后 奇耻大辱 江西的杨雅萍先生 还有冯小 书小琴女士 还有我借了报的 孟治王国 还有他暗虚杀人的一个个 一个江西的朋友说 你觉得孟能杀多少人 我说你说呢 他说 自从他跟我杀人 让我杀人那颗 我就看到 孟建柱眼里边 完全没有杀人的任何概念 这就像一个屠夫 杀东西杀多了 完全没有血腥的恐惧 也没有对生命的怜悯 更没有对佛教所说的 因因果报应的害怕和担心 他心中只有一个杀 党国者杀 他不相信轮回 不相信英国 更不相信 中国这个权利 有人敢挑战他 所以他是万倍的周永康 周永康曾经下手太晚了 这些事情周永康全都知道 我说这事情 在周永康被抓之前 发生的事情 周永康全知道 但是他抱着极大的幻想 认为 党和国家中央会给他机会 周永康再一次 我在旁边场上 跟一位老领导见周永康 我不是直接的 问周永康 说这个梦要弄你 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周永康大笑 说你知道 我当年在野进部的时候 就是那个那个 管土地资源的时候 我送给江泽民 和老常委 新常委 政治局人 一车一车的高含量的那个 那个金属 含金石 哪家没有十几车呀 他们哪家没几条命案呢 他们换了杆换了 身头哪来的 不都是杀的新疆人吗 不都是抓的那些年轻人吗 那武警部队里面那么多人 还可以换血 给他们家里面养着他们 杀我周永康 就是过来试试 我让他们都签词 结果这个人后来就出卖了周永康 把这话告诉了江家 所有的老常委 吴文官正还就这问题 还想去找周永康核实 但是他们都没机会了 周永康当时就已经被 软禁等于 这些都不是小说 这些也不是谣言 这些靠新疆年轻人 靠社会上年轻人 死刑所谓的死刑犯 还有靠年轻军人的鲜血 养活的一个个 人行尸走肉 控制着万万亿美元的资产 让你不出国 控制你不出国的这些盗国贼们 把自己的师生子女家人 都送到了美国海外欧洲 非洲他也不去 然后把所有的支持 执行者全部杀人灭口 然后把所有的中国的权力 牢牢控制在一起 用军队的枪 刀把子攻减法 以及政法委 还有宣传机构 网络控制 14亿人民连猪狗都不如 我说孟建柱是 中国的当年俄罗斯的贝利亚 那是谦虚了 王岐然是赵高 我谦虚了 北京公安局类似 江良栋 孙迪这些人 对中国老百姓的祸害 每秒钟都在发生 中国人的沉默 是我们真正的悲哀 中国人对这种整个这种杀掠 这种无法无天的冷漠 是我们这一个个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这些事情发生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这么长时间和持续的发生和长期的存在 而且还被冠上了英雄的赞歌和中国梦 一个小小的女孩子 一个杨岚一个主持人 一个个的李思思 一个个的这个这个这个 董卿 这些女人 就这是女妖啊 还是女受害者呀 中国出了那么多打击吗 还是有这么多咒王呢 大秦帝国有句话 满地是妖 是朝廷有问题 朝廷有问题 赢钱当时告诉他弟弟 说这个 咱们现在你说这么多坏人 商家说这么多坏人 那都是他们的事吗 那是咱们朝廷出的问题 所以现在是整个中央 整个最高层和体制出了大问题 让遍地是妖 遍地是魔 所以王岐山叫做阎王爷 所以孟建中说什么二阎王爷 孙立军是三阎王爷 傅政华是四阎王爷 将梁东号称五阎王爷 中国现在这个司法界的黑暗 和互相欺骗 把政法界控制在手里面 完全为了政治 权力的控制 然后谋取私立 搞生殖器大战 掠夺巨额财富 为师僧女 为自己的那些黑生女 而这个不顾一切的杀人 抓人 中国现在何来人权呢 我希望夏业良先生 夏智窗 张智窗 为师 史诺 还有什么癞蛤蟆 你们拍着良心 你们拍着良心 你们在中国的时候 他们给你什么了 他给你什么了 文贵爆出这么多料 海航 姚明山 姚庆 冠军 刘成杰 孙瑶 孟建柱 孙立军 这个傅政华 孙迪 傅政华 哪个人比文贵好吗 你们这些事 视若无睹 你们助纣为虐 上天何在啊 天底下还有点 有一点点 公平 有一点点良知吗 能云得起 这样存在 你们找出这些五毛 你们给 就是 吴增就是拿这个钱 他给你五毛 他拿五块 这比当年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 中国人当汉奸还可怕 你这当的是贼奸 魔奸 所以 我就是非常纳闷了 像约文海这样的 该支持是该鹅鹅 而杀之不忘吉林格 像徐子冰这样的 这种祸害人之辈 李友换了几次肝杀了好几个人 江明恒换了五个 杀了五个人换了三次肾 孟建柱的妈妈又换肝又换肾 孟建柱的妻子是换肾也换了两次肾 这样的玩弄着比自己的女儿都孙女 外甥女还小的女孩完成几次住院去 你们维护这样的人 那许明怎么死的 李明怎么死的 雷扬怎么死的 这么多人跳楼 下个你马云就不跳 你有钱不让你跳 你马化腾不让你跳 徐家印不让你跳 如果谁要说马云和马化腾 徐家印能老到死 你让我拿什么毒我都愿意 可能吗 他们能放过你们吗 中国的企业家有几个好下场的 肖建华能活得出来吗 你郭广昌的钱你能说了算吗 中国所有的企业家 任何企业私人的钱 不管是国营私营 特别是私人的 你连小姐都不算 你真的是连尿筒都不算 我也是 我只是侥幸上天保佑我 让我到了美利坚共和国 所以今天我关于孟建柱这个爆料 第二季的第二集 升职器大战 孟建柱如何为了他的情人王芳 培养周小平 控制中央电视台春节恋贯会 老百姓的唯一一年最高兴的一天 和欺骗习主席 打着习主席彭莱雅女士的谎 以及在辽宁江西部下的天罗地网 以及他保护的华润的姓麟 所以我今天的爆料就到这 接下来呢 我会报二期第三集 孟建柱的另外一个情人 因他又弄了多少钱 因他又杀多少人 如何跟孙力军在一起 在讨价还价中 孙力军又把他给上了 这位女士跑出来了 我们全球新闻发布会 希望他能出面 非常好的事情 现在是被杀的那些医生们 有些亲人知情者已经出来了 都给我取得了好的联系 安全的联系 同时辽宁 原保警案 家人听到这个消息 你们没想到我提原保警吗 没任何人给我提原保警 希望你们有这情况 尽快给我联系 希望圣经的张玉坤家人 如何被抓走 如何被收家 把东西放那给我联系 包括王芳女士 注意安全 你们家人 有证据赶快拿出来 那周小平 你就从今天起 你就倒数你的生命和时间吧 吴曾女先生和杨岚女士 你继续在美国纽约疯狂 继续在这儿 找人雇凶杀人 继续骚扰 继续在这块表演 你很快你会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孟建柱先生 孙力军先生 傅振华先生 王岐山先生 你不是说郭文贵没料吗 我告诉我 你91本的 我还没有打开 18盘录像带 我还没打开 我就是一样 我不想当一个国家的罪人 我不想当民族的罪人 我那个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 首先对党中央 是个巨大的伤害 我不在乎 但是我不想伤害习主席 我也不指望 习主席现在就给我 八台大叫 八架七八七来拉我 我也不回去 你给我当个副主席 我也不回去 你当主席我也不回去 我不指望习主席 对我有任何的开设 但我一定要习主席知道真相 因为我认为 习主席是最有可能 让中国依法治国的 如果我是幻想 我也想等到结果 如果我是愚蠢的 我等到结果 但是谁要说 郭文贵 想指望习主席给我什么 太不了解郭文贵了 我早就说 郭文贵的结局只有三个 我的命运就是静鸡鸟 我很高兴 当静鸡鸟 我的人生 一个真正的念古经 心中有佛的人 如果还 希望着习主席开根大社 还有什么 给我什么名利权 那简直是愚蠢至极 啥都不配 罪该万死 我不指望耶稣 让我死了以后再活 我也不指望到了天堂 有穆罕默德 给我的无穷无尽的财富 美女 我也不指望 这个释迦牟尼让我 这个得到了 死了以后成为菩萨 我都不希望 我就是要把我的锅气条 希望大家更多人知道 我希望习主席 能真正的推动中国 依法治国 我希望让王岐山 孟建筑 孙力军 傅政华 依法受到审判 千万别搞政治 也别把人家突然抓了 也别把人家搞死 那不好 就让他们 接受依法调查 依法审判 才是我追求的 才是我真心追求的 所以 尊敬的推友们 文贵非常荣幸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信息的时代 拥有了自媒体 我还认识到了 像和平这样 完全务实 心中有绝对正义 不为名利所弯腰 还有像小平这样 真真正正一生 在为民主自由斗争的人 还有千万个澳洲的 日本的像昭明啊 袁洪斌先生啊 像这个 这个潘晴啊 郭宝胜先生啊 像千千万个 这个 还有女士 物亭这样的 太多了 来帮文贵的 和我们一起寻找 属于我们的尊严 属于我们的家人 和未来子孙的安全 和我们追求的 法治 自由和民主 这些对每一个人 都是重要的 文贵 对民 我是大家都看到 不会有任何兴趣 对权力痛恨至极 谁要劝我搞政治 那你就绝对不是 我的朋友 我对钱我更是没有任何追求 一天只吃一顿饭 这个楼下花三美金买个面包就能吃饱的人 所以说我我认为上天是给我有使命的 我深信不疑 这条路我一直会走下去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一定会走下去 接下来的爆料 我再说一遍 咱们会想 你想象不到 因为文贵的18款录像带 和真正的潘托拉盒子 没有打开 八个月以前 我说这个大家可能不信 现在你们可能信了 如果是今天看到了五毛的猖狂攻击 和吴曾到美国的上穿下跳 和他们第二次要发空中的强奸 还有他们写出那强奸罪的荒唐 我的律师说 他为什么强奸 他写出这样的前三条全是政治原因 告郭文贵是因为反对共产党 反对国家政治 这哪叫强奸案呢 叫政治强奸案 政治强奸 很有意思 我非常的高兴 接下来大家会看到 更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但是我深信 一个国家作为中国 只是早晚的问题 他一定会给所有的人 和所有冤枉死去的人 给他们真相 给他们家人一个公平的 依法的真相的交代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所有的推友们 你们的关心 你们的关注 谢谢 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Shop 谢谢大家